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那很高兴能够回来这边 记得上次在这边的时候 是讨论包含高学人体 南洋高爆炸的那个提案 然后以及我们怎么样 一起用工作事员 一起来创造了我们的 中数学系统 从那时候到现在 有了很多的变化 好像说在那条系统 后来拿去卖口罩 然后后来又拿去卖口罩 所以可以说是已经变成 一个万用的系统 然后当时我们一起讨论出来的 怎么样在健保卡的认证方面 可以更轻松等等 现在如果大家有装健保 欢意通的话 上面都已经有那个 六位数的TOTP的认证码了 那你不管是要购买三杯券 还是要用它来兑换依方券 还是用它来兑换动物券 都可以用这个健保欢意通来做到 所以我们在上次的这个课程 可能有时间有在 在讲的那个 爆炸南洋高爆炸的后续 真的是开启了我们一个跨部门的 数位治理的一件事情 就是从就是有人觉得 爆炸南洋开启的最后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例子 好那所以有五位朋友说哈喽 那我就只要说哈喽就好 好那同样是这个ATP 希望我简单来讲一下数位防疫的一个过程 我被这个找到所谓的防疫国家队 是也是民间的朋友有一个提议 就是科教地图 这个应该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科教地图其实当时还在超商这些转的生活 因为我们每个人去超商 理论上是能买三片扣照 但是其实C7也不知道你刚刚去过来而付 OK也不知道你刚刚去过全家 所以事实上是没有简单的方法去做实名式的认证 那当然其实当时各位也一定已经想到 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一个人去 不同面商店消费的问题呢 你确实在用行动支付啊 只要你限制说你只能用行动支付 记录的悠悠卡或信用卡 才能够购买口罩的话 其实你直接到雷卡中心 就是或行动支付这些清算的地方 你就可以去确保说只有实名才能够买口罩 而且一个人在一个礼拜以内 不能够跨便利商店去买口罩 这么简单的事情 其实我们也很想到 而且事实上也做好了 只是就没有roll out 那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最近有一个新闻 说有一位研究员 他告诉我们的防疫救费中心 说如果没有到75%的人戴口罩的话 那口罩这个证则就没什么功夫 因为儿子还是会大于1 那儿子只是大于1的话 只是他传得快跟传得慢的差别 他还是会变成社区的传播 那我们要不进入社区传播阶段 我们只有一个做法 就是让75%有效的人去的口罩 那大家都知道有行动支付习惯的人 没有到75%了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口罩量有限 所以我们就必须把重点放在让尽可能多的人 有两三片口罩每个礼拜 而不是让少数可能有行动支付习惯的那3% 40个人有6-7片口罩这样子 那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去采用行动支付习惯的那一案 就采取了要局的这一案 那要局这一案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因为当时在民间已经有人做出了头脚地图 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说 你如果担心要是安杠啊或什么之类的 其实他们都是纸工 他们当时也不知道之后会有补偿金啊 那尤其作业费啊什么之类的 我不知道那个名字啊 那所以呢当时他们就是纸工 那但是大家当然当时彼此之间的互相信任是很有限的 当时甚至有没有说什么半夜2点7-11跟全家他们付货的时候 就有人骑个摩托车啊 就是去扫货 然后到大概凌晨4点就没有人买得到 那不管有没有人真的这样子做剧 就是真的有吧 那但是大家还是会对这个系统的公平性产生质疑嘛 那所以我们通常的做法 呃就是在民间的做法啦 就是用分三十的账本 去确保说每个人收藏的预本账 而且谁都不能创改 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几个嘛 那在比如说有机验证 小朋友也有所谓的参与是共同保证 大概都是同样的一个想法 那所以呢后来我们在标准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运用了民间就是无战备 他在台南做了这样子一个口罩地图 只是说这一次这个健保署就跳出来说 诶这个药局啊 他们在刷健保卡拿口罩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类似的地图啊 类似的插序系统 让每个排队的人都可以直接排队的时候 我排前面那一个人 他刷的健保卡当时是拿两片口罩吗 那到换到我的时候 我只要去上健保署的系统 你看就知道那个口罩真的少了两片 所以可见要是没有安装掉任何东西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大家应该都会彼此互相更加的相信 那健保署当时在分化的时候 就跟所有其他的公众节能机关一样 觉得说我们还是要有开放资料 那开放资料可能一天更新的几次就好了 就我们及时的资料 当然是换了我们自己的系统啊 这样才能确保它正确性嘛 那结果就是说上线的第一个小时 那个系统就被打挂了 因为所有在这个排队的人 都想要查询健保署的系统 所以后来我们就紧急做了一个分流 就是说健保署就再也不 maintain 他们自己的查询系统 就直接跑到无占位的那个系统 只是把那个系统的 就是source它的资料的来源 变成从健保署这边接过去 那当然同时还出现了 大家可能也都有在使用的几管家 那是一个LINE的对话机器人 HPCDQ 团队所开发 那还有另外一位叫民宗 大概一开始就是这三套系统 衰先上水 那就平均地分散掉了这些流量 但是他们给民间的开放资料 在当时一开始是 就像刚刚讲的一天才更新几次 所以就造成钥匙很大的困扰 因为大家就会排了队 刷了两天 然后钥匙还要告诉我说 没有你要等一小时 或者你要等两小时 这个数字才会更新 那这样是完全没有参与 是认证的这个能力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去写 健保署 然后到当天的下午 就变成每30秒钟更新一次 这个就非常有用 因为每30什么都可以新一次的意思 也就是说几乎是任何人 他不管是可能一些视障的朋友 不方便用地图 但他可以用听的嘛 可以用语音助理啊等等 大概有100多种不同的应用都出现 所以不管你的状态是怎么样 你去买的时候 一定可以靠能排队其名的后面的人 来确保说这个数字的正确性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大家对口哨就比较为感慌的感觉 就是有多少就看到多少 那我们增产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增产分配不均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分配不均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分配不均 每个礼拜去调整 因为慢慢分配就变得比较均匀 那一下子就到了 就是我们防疫这些东西所要求的 第75的这个数字 那后来我们就来说 大概经过了两三个礼拜 那当然中间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然后我们然后钥匙说 可是我就是想要收健保卡 然后发号码牌 那这样子的话它慢慢过卡 那这个我们这一套完全失去一 因为它慢慢过卡 收号码牌牌已经发完了 去排队 其实也是排不到 那所以钥匙就是在那个 加密宗那个系统里面有个留言板 所以任何钥匙 就是任何有任何要靠北的事情 它不是只是贴到靠北的 不是在那边去 而是说它可以直接让 这个东西能看到 所以我们马上就把 比如说一夜时间啊 被助澜啊 按一个线就不从地图上消失啊 等等的这些方式都跟钥匙分享 也去改进我们的系统 那即使今天都做到了 大概都还是在75%左右 就是差不多刚刚好 其实是很危险 因为只要掉到这个70% 65% 那马上儿子又大于1了 儿子大于1 那就会社群传播了 那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 我们把这个技术 还在稍微往上推一点 所以后来我们就去分析 那也不是我们自己分析 是今天的一个叫做 这个口效仪表板的 这样子一个朋友来分析 他就发现说 特别就是在一些像 新竹的客户员区中 或者是大都市 金融业群聚 等等的地方 或者媒体业啊 等等 就是工作时间非常长的一些朋友 那他们下班之后 就要去的关门了 而且这些朋友呢 不一定跟家人一起住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把健保牌 交给他家人 请他家人帮他去拿口罩 所以就变成说 这大概20%的朋友 怎么样都拿不到口罩 那这是确实的情况 所以大概到2月底的时候 你就说那一定可以跟 二四床是一页的 炒长来合作 那当时呢 超商就告诉你们说 其实他们有两台机器嘛 一开始ATM 那一开始Piasco 就是多关的归员金 那当然有些金融卡的人 比起有健保卡的人来讲 是稍微少年 所以后来我们也是挑健保卡 那他们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在雕地方税 也就是像地价税的时候 也是你们的梦子 他们已经把这个健保卡的 图卡机 以及健保卡的元件 都已经安装上了 很多的电力商店 其实是可以雕 就是地价税的 只是知道的人还不是很多 因为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而已 那而且呢 他们有很多图卡 其实坏掉了 但所以呢 我们还要跟他们说 那你们慢慢去收图卡机 我们先用线上的订购 线上预订 所以大家就可以在健保宽一同 直接进入健康存诊 然后去订购上 所以健康存诊 反正只有大概40万人在用 马上0.400万人在用 我们这边一个10倍的用户 那我们就看到很多相关的新闻 好比像说 医生在下诊断 中原以前 大概都只有医院 跟健保署需要知道 他经历费用 那他的那个诊断案代码 有时候会打错 他们像有些人 他必死过敏 R98 可能就不小心打错 R99 就变不明原因死亡 那那是 就是 以前没有人看这个东西 那因为大家都 跑去买口罩 下载健保快一通 就没有人看 然后想说 后面一个礼拜 不明原因死亡三次 这个是一种机能 蛮不容易的 对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他就会赶快去 要医生更新 所以健保署理方案 这样很棒 因为他们及时的 要跟人民沟通 很多讯息 包括大家都 很在意 好比方胸腔 X光片 什么之类呀 大家如果还说 你在健保快一通 什么可以直接下载 到手机上 那你手机上 可能有一些工具 可以帮你判别说 是不是有肺炎 什么之类 这个也是一个 非常好 就是买对它 这样子一个 对人资料的 群用的方法 所以这个对健保署 也非常的好处 那所以他们健保 快一通就被我们征用 然后拿来 订购口罩 那这样子 一下子就补上了 所以大概又有 多个两百万人左右 所以大概人口 百分之十左右 就是透过口罩 背了你的方式 就可以出了口罩 那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 虽然到了85% 然后又上不去 那为什么上不去 但是再去问 那接下来说 因为健保快一通 它的认证方式 其实是靠你的SIM卡 的那个电信红词 去确保说 那个门号是登记 在你的名下 所以只要你的手机 在你的名下 或者是说 你有一群家人 那这个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手机 那这个情况下 快一通是非常容易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必须要去健保 说柜台 或者是去买个读法器 这个就非常的困难 那所以像很多移工 它使用的是运辅卡 那这个时候 它就虽然有健保 但是它没有办法去 那么容易的取用 健保快一通 那或者是年纪很长的长辈 它其实手上就是那种 就是feature phone 就是没有滑动荧幕的手机 靠的也不是Android 也不是IOS 那所以健保配合 它根本一点外事都没有 那所以这个时候 它也听不到 所以大概是这两组人 那这两组人 到底要怎么样说服他们说 就是去便利商店 比较容易呢 刚好那时候 就是杜卡吉秀号 所以 对我们是测全国的杜卡吉 四大便利商 所有换掉都换掉了 然后之后 我们就说好 那就可以直接去便利商店 然后查卡 那那一段时间 我们也花了很多像 当年卓士员那样子 去做使用者体验的 一个服务设计 它比方说 我们当时就想说 我们是不是 尽量不要接触感染 那所以 是不是有可能说 你在ATM那边 就可以付完钱 付完钱 有点类似半自助手 就可以直接取得保障 但是当我去跟淡水的 就是我阿嬷是87岁 她一个年轻朋友77岁 那这个就是不要 很愿意当我们的这个 就是这个体验设计师 那所以他就告诉我说 对于他那个年纪的长辈来讲 77岁的朋友来讲 就是你的任何流程 只要会经过ATM 都是大级 就是会被骗钱 他们的想法就是会被骗钱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如果他你要他出示金融卡 那其实比起来 他还宁可就是 健保卡加上陷阱 意思就是说 他宁可回去要去派对 那所以我们 在这样的情况上 我们就会把那个 会员局设计成说 他不会出现身份诊词 好的全部 他是前一码后两码 前两码后一码 那而且也不会出现 他的名字 这些本来在测试的时候 都有 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几位 这个爷爷奶奶的feedback 我们就把它拿掉 因为不想让他诈骗集团 在后面看到他们的名字 然后他的父亲呢 就告诉各个便宜相见 说这就是陷阱 你们如果要 允许用油游卡 什么东西你们自由 但是如果长辈 就是拿健保卡来 他一定要做到 就是非常无缝接轨 就是说 他每两个礼拜来一次 拿出现金 刷一次健保卡 拿到口罩 然后回去 然后再过两个礼拜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你也不要让他去 做什么下拉式选单选 说你可以AD订 B电0 这个是有些便宜相店 提出来的优惠 什么 你就一开始都不要直接 就你在哪里订 就在哪里领 所以反而这个流程的简况 就能够说服一些长辈 他在 B电0项链的店员帮助之下 第一次他操作 感觉就是非常有成就感 就是因为流程非常的简单 也没有任何会诈骗的可能性 他就会一传十十传牌 就是他会自己再去教十个朋友 这些朋友又会再去教十个朋友 那个R字就是十了 那这样子的话 在他的过程 这样子 江学的过程里面 他也觉得说 我自己想去排队事情 我可以帮助我的朋友 神排队事情 他在他的这个社会关系上面 也是有所帮助嘛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多了一群 就是唱译者 一群大使 去帮我们去宣传口交三点 所以刚才三点也是空前的成功 所以到那个时候开始 口交一二三 就已经高达百分之 应该95以上 人口的覆盖率 那再剩下来的到底 在想什么 那所以这五八 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后来我们就去 在调查了一点 然后就看说 我们用去他家里 很多口罩 很有那种 就是储存口罩的习惯 所以他从头到尾都不需要 那但是这个时候 既然我们问了 他们也会想要提出要求 他们就说 那我们这些口罩 想要捐出去 不是他们家里的 他们的配偶 想要捐出去 那我们就说 好啊那也可以 那所以这些朋友 后来就可以在 健保快递通上面 直接去按这个口罩 相应的到运柱 那就是把他们 从一开始到那个时候 为止 所有已经过了时间 反正你也领不到了 这个口罩的配额 然后所以如果你想要 捐十四片 出去了 对不起 捐十片出去 一个问题是小孩 捐九片出去 容易带人 的话你就是 十四天不要去领 然后去健保快递通 说我前面这十四天的 九片或十片口罩 我想要去给国际的人 到酒云使用 那所以这五八 其实他们本来是有口罩 那但是还是可以去加入 现在也已经非常多 现在还可以啊 任何时候都还可以 你只要健保快递通 你没有领到的那个部分 我们会是帮你存着 那只是说 帮你存着之后 你可以选择 你要据名或者是匿名 大概各有一半的人 所以有一半的人 选择说他要默默的行善 那有另外一半的人 是就要 我想很高调的行善 所以目前大概有七十一万五千三百四十五个人 已经捐出了六百零二万七千六百八十四片 口罩这个外交部都是一直在看 我们要够负用 这是大家 就是护台湾主持界的这件事情 那甚至还有一个口罩响应的荣誉榜 所以只要在上面去介入你的名字的话 比方说我只要打唐凤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黑唐凤在这个口罩荣誉榜里面 目前想用了三十六片口罩 那但是如果你去看他的戏目的话 其实是 不是我一个人而已 我只有六片口罩 其实它是唐凤品 唐凤敏跟唐凤贤 就是名字里有唐凤这两个字的感觉 加在一起才有三十六片口罩 那这个是很有意思 所以你知道按一个镜就可以分享 那分享给你的LINE群组啊 你的这个Facebook啊 你的朋友啊 等等 所以它也可以有一个 一传十十传百的这个效果 那以上大概是 尽可能简单 二十分钟之内 交代一下所谓防御的一个过程 有其他朋友们问说 那各个部位都有推动相关政策的app 好比方便要对讲 就把推动环保集点等等 是不是可以整合在某一个官网 以利民众查询使用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 现在的问题是说 对大部分的民众来讲 大概用app的情况 都是在他的手机 有一些特定要把那个手机的功能 好比像说健保快通 因为它有身份认真的功能 它在保那个SIM卡嘛 你去换到一台手机 它要重新再做一次身份认真的功能 那又或者像说 这边都没有什么别的了 其他都不用APP 其他网站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像当时那个就是纵守学报税的时候 当时为什么我们不是用APP 而是去用那个新疆装置的网站去改写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后来发现桌面也可以用新疆装置的网站 也就是说新疆装置的网站 如果你写得足够好的话 那么现在有个叫PWA Progressive Web App 渐进式的网页的APP 你就不用去等苹果那种两个礼拜的审核 也不用去等Google两个小时的审核 你可以随时改你的网站 那那个别人手机上面的APP 就直接随着更改 它下次打开的时候就是新的 那即使它是在 就是先看到你的网页 测询已经看到你的网页 而没有知道你有APP的情况下 那如果是用Android的话 底下会自动冒出一个 说那你要不要把它安装到 手机的主画面 好比像说我们口罩空虚平台 我们1988的那个平台 都是如此 就是你只要第4到1988的网站 或我们的 也不然就是那一个书庚方案 这些方案的网站 或者是让我们的口罩的空虚平台 MustPeters 这两个网站都是你一上去 它会问你要不要安装到你的主画面 如果你是Android的系统 那如果是苹果系统的话 你要手上按分享 然后安装到主画面 等于多一个按钮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当你这样安装上去之后 它就能看 但完全没有两样 你打开的时候 不会看到浏览器的位置列 它也可以任意的去运用 比如像说相机啊 这个手机的储存啊 等等这些系统 所以它可以说是 跳过了一般的厂商那种 要为两个平台开发两次 而且有一些 就是长辈们使用的 那种feature phone 遮叠式的那种手机 像我过自己的 就是个人手机 也是那种手机 所以其实 如果是网页 我就可以开得了 但是如果是 专门写给Android 或iPhone的app 我就开不了 所以像webapp这种东西 我现在是觉得说 除非你真的有用到 特定的手机的门号的 绑定的功能 像解保快一通 或者TW FIDO 那这两个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它根本不是网页 能够处理的事情 但是除了这种 很特定的情况之外 我一般都是推荐 用app 用web来部署app 但是如果是 好比像说像动词券 那他们一开始 就是是用web没有做 但是他们登入完 这个过程里面 会发现一些 比较卡卡的一些状况 那因为它是web架构 所以我们很快的 就可以上CDN 上Cloudflare 上很多东西 甚至帮他们直接 改一个分流的网址 他们本来的网址 我其实不太记得 行动500.sa.gov.tw 那这个也很难记 那我们一下子 让他在搜寻请提 那我怎么做的呢 就是把它叫做 500.gov.tw 这两个都记得了 就像三倍券 是3000.gov.tw一样 那这个又好记 而且又容易发现 你若是放在app store的话 其实你还很难 去取这么cute 的这样子一个名字 那我去弄web的时候 他们就很羡慕 想说如果一开始就 农优券就是用这种 就好了 那就不需要在车里 去发一个app 然后甚至最后一秒钟 我还要写信给我 苹果以前认识的 说明明会把它上架 那就是比较不用赶时间了 不过来他们一想 好像也不一定那么好 因为这样很容易 就是250.gov.tw 可能它调整一下金额 不然的话这个不算好记 对或者可能太好记了 对那所以 就是讲这么多最大的人 想要回答就是说 我会希望说 以后所谓 就是整合在某一官网 基本上就是我们 y1.gov.tw 就是国发会的那个 就是一站式的人生旅程的 网站的联系的系统 那最好是用流行器 就可以用这样子 我这种既不是用iOS 也是用Android的 才有这个评券嘛 那然后 但是就是除了身份认证相关 就介绍参与同TW5 那个有可能还是需要app之外 那其他的大概都 尽可能的就是网络 reserve one app的方向 所以上总说 所以就是一个很好 例子 如果当时是app的话 我们绝对不可能它改一改 就跑去卖口罩 然后跑去变成三倍券 因为每一个 他们都要重新省合 那但是 因为网址是 网绿是不用钱的 所以我们只要申请 3000.gov.tw emask.tw.tw.tw 等等 那这样我们就只要把 那个总所税的通通靠程式 复制到旁边 然后稍微改几个参数 忽然之间一个新的定位网站 就上线了 那这个真的在技术上面 是比起app 要来的容易很多的 希望要回答了这个问题 所以随时都 欢迎直接按您的出手 有另外一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认为台湾的姓名 多元认同政策 还可以怎么进步 另外想问我说话 一分钟几个字 我现在有超人扛 你的速度 大概目前只有两百多 两百五左右吧 对 那我如果就是用平常的 没有特别放慢的讲话速度 大概300 300出头左右 对 那 虽然听起来它都没有换气 但是像我说在逗号时候换气 其实 可能逗号时候都还在理解上许话 所以 就是听起来好像没有换气 我觉得 姓平很多人认同 政策有很多进步的一个空间 好比像说 现在有很多国外的朋友 他们来台湾转自制逛工清晨 但是因为碰到了疫情 所以立刻就体就换成台湾就业金卡 它可以再三年 然后如果有书军与我国 或者是什么特殊的专业 我们想要的话 他可以不用放弃本来的国籍 就加入我们的国籍 所以这是很棒的 就是所谓 包紫台灣民視的概念 就是斜槓台灣人的概念 忽然在國際的 我們叫做數位融合的社群 突然變得很旁 他們有組成一個台灣金卡的 這樣一個俱樂園 大概可能一兩百人吧 他們有幾個代表來拜訪我 第一張拿的就是YouTube的創辦人 就是Jing Steechan 然後很多在國外的很多朋友 他跟我說他從來沒有那麼愛國過 那台灣甚至還就是不是他的國籍 所以民國還不是他的國籍 但是他就很愛國原因不明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覺得在台灣 就是想法思路跟他想的狀態 開放式重新的很多元的環境 他覺得非常棒 那他本來所在的地方 他不像說一個OpenStack的一個技術的人員 他本來是澳洲人 他又說澳洲當然中小企業有很多 可是裡面只有可能3%4% 是跟他一樣做軟體 或者資訊的 所以他就在那邊覺得很寂寞 那到了台灣就發現說 就是在隨便拿一個咖啡店 大家都愛聊什麼 零亂部署什麼 他就很高興 覺得說好像是 到了一個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的地方 所以就是說這些多元認同 我覺得是很珍貴的 那我們在就是 我們本來現在就有20幾個國家員 所以再加個幾個也不會怎樣 的這個情況下 我們可以去有那種很多元的 大家只是只要是認同台灣 那就可以在台灣待久一點 也不一定要是傳統上面說 你一定要定居在哪裡 或者要從事什麼工作 之類的 但是說我們向全世界開放 那我覺得 這是很好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 當然我們現在有 所謂的 白零國 Nation 就是雙人國家政策 雙人環境政策等等 那我們也了解到說 在諮詢系統方面 好比像說內政部 也去答應他們說 那他們以前都是 什麼AC開頭的那個 居留帳號 ABAAD嘛什麼之類 那第一個是說 看自己填寫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好像 就是飛我族的 那種感覺就是 即使他們最後拿到的永居 他們的那個帳號看起來 還是就是兩碼的英文字 那當然也有一些資訊系統 他們說台鐵 就是他們最常舉的一個例子 就是台鐵的英文版 他可以用居留帳號去訂票 但是台鐵的中文版不行 那這個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也沒有任何法規 面臨限制他做這件事 其實很多人在寫程式的時候 就會假設說 你的帳號第二碼 一定是數字 這個是就是很常見的 那他的檢核碼的算法 也跟身份選字號不一樣 所以應該是明年開始 我沒有記錯的話 那他們當換發這個帳號的時候 他們就會有第二碼 是數字 那所以不管是A8 A9 什麼之類 他都是一樣 就是第二碼是數字 就是說他用我們這邊 比較沒有用到的數字 我們是12碼 或以後012碼 然後 那他們現在是可能是89 或789 那在這個情況下 他的在第三碼 才是他的身份別 那最後一碼 減二碼的邏輯 會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可以在各種 大大小小的地方 其實這個跟組 最怕作用法 一點點關係 沒有就是演算法 就在演算法上面 讓大家更覺得 並至於不會 然後更覺得 像不管他本來是國際市省 他可以逐漸越來越認同我們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建立任何方向 那有問可能問說 為提升消費者 雲端發票所用意願 請問應該如何推動 六頁的雲端發票去整合 行政有沒有具體的推動策略 以及故作 不過我會利用雲端發票的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他就是非常的方便 他不需要額外的 就是他幫我省時間 包含對講的時間 然後以及 我不用特別去想說 要怎麼樣回顧的時間 那甚至是在電商的時候 我只要就是我的那個就是 剪貼簿裡面 就是有一個很常用就是 應該寫前開頭嘛 的那個回顧的號碼嘛 我只要貼上去就好 我也不用再去背 任何的東西 那所以對我來講 這個是真的是非常好用 那當然後來 我比較常背的是那個愛心嘛 所以就是 後面上說那個 One Forty 是我去把我的三倍券去捐給 應該說我刷三千零兩千的 那兩千的部分 去捐給移工四十分之一 文教協會 因為這次他被卻沒有發給移工 那我覺得說 他們幫移工半工半讀 其實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我刷了三千啊 這兩千的部分就捐給他們 那這部分也是全自動的 以我的理解 其實也是財政部 去做了一個 完全沒有想像過的 原來發票也可以這樣用的 這樣一個做法 因為本來財政部的發票的捐贈嘛 本來就有一個查詢系統 可是那個其實不是用來捐錢的 也就是說 那個跟銀行帳號其實是不相干的 兩件事情 銀行帳號通常是公益券目 那邊才會去做的 那但是對很多的NGO來講 那當然不可能配合這三倍券 然後剛好發 發表一個公益券目行動 這個是不太可能 但是他的就是發票的那個捐贈嘛 是一直都在場面都存在的 所以其實財政部這邊資料比較全 所以也很感謝就是當時 就是財政部這邊同意說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去運用這個發票的捐贈嘛 變成三倍券的這個捐贈嘛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New EID 它是多一道程序 就是我在消費的時候 我要多改一張卡 或者我要多開一個APP 那我覺得 就是你們可能不要被他拖累 你知道嗎 可能還是走比較快的 那一條路啊 就是說對我來講 是一個複製貼上 或者是我只是被一個捐贈嘛 或就是5942140 沒有對錯的話 那那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其實一下子就可以就成功 那如果是New EID 它是做身份認真身份確認 除非是說像我們 就是像在買口罩 就是一定要透過實名的方式來確保說 一個人在兩個禮拜之內 也不會跑到一個地方去買 就不用試驗的口罩 那這種情況下 當然是需要身份認真 但在其他的情況 沒有身份認真的這個場景的時候 我們還是希望他使用一段發票嘛 所以我會建議說 這兩個可能比較拆開看 那但是當然TW FIDO 越多人使用 那它去查詢它的發票的那個登錄 就越容易 那這個倒是不錯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現在國發會有My Data的平台 那在這My Data的平台裡面 就是讓大家去看自己的包含 消費紀錄啊 就業紀錄啊 這個保險紀錄啊等等 就是在mydata.nat.gov.tw 那在這個部分 當然財政資訊中心也已經有 非常多的貢獻 非常多的參與 所以我覺得這個倒是 我們可以一起就是 就是promote的一件事情 我們只要按財稅 就可以看到目前在這個上面有 核發拍照使用稅 使用牌照稅缴納證明 財產資料對人作為資料 房屋缴納證明 中暑缺期房地合一缺缺 缴納欠稅退稅 手機條碼載具的發票清單 以及手機條碼的單一發票的消費名氣 那所以要不要說 手機條碼單一發票的消費名氣的 這件事情 其實目前就是自然評審的TW FIDO 都可以用 那我們在就是擴大TW FIDO 發卡量 我想這個是My ID的 很重要的一個PPI了 所以說不管你是 自然評鎮是內遷到你的新的身份證明 自然評鎮是你在辦新的身份證明 順便辦一張 那或者說你本來是有自然評鎮 那你仔細提醒一下 你可以拿出來辦TW FIDO 那這個大概都會增進 像我現在是用這個平板 我大概不太可能用自然評鎮的那個 實體刷卡的這個機器沒有帶在身上 但我如果有TW FIDO的話 那我按一下TW FIDO 但因為這個上面有就是刷臉的功能嘛 所以我只要把口罩拿下來 然後刷一下臉 我就可以完成TW FIDO認證 然後就可以拿到我自己的手機條碼 單一發票小費名氣 所以我是覺得在Mandata這個平台 以及它的價值應用上面 去推廣TW FIDO 我覺得是雲端發票這一端 跟Mandata這端 可以一起做的兩個有綜合效果 但是不是說好像哪一個是依賴在哪一個上 這個比講不是我們可以用的建立法的掌握 那有兩位朋友有一個追問說 那我可不可以好像幫經濟部 拍那個三倍券的那個廣告一樣 然後也拍一個雲端發票的這個廣告 那台灣是沒有問題啊 我平常也會用雲端發票 對那你們要想一個梗嗎 就是三倍券的那個梗是 就是什麼遭遇老婆控制啊 什麼之類的啊 對那感覺已經有點環繞了 所以那當然 柯緯會是什麼遭遇過台灣嗎 什麼之類的 就是這些人他們想說 我們去又問國王 我就是 事實上我是最後知道的 他們貼出來我才知道 對那所以就是 反正你們也有非常有創意的小編啊 那其中一個才剛被我往外面去 對 然後所以他今天沒有來 那來一次想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是覺得說 可以其實真的像你講完 可以怎麼樣運用 因為我的大部分的素材 都在我的自己課 其實都一直拋棄掉 著作成長圈 所以本來大家不用問我 我就可以試用 那所以第一個 你不用問我 我還是可以幫你代言啊 那像什麼航槓局什麼 什麼白浪跑道 我不怕什麼東西 那那我的照片去用 我完全不知道 完全沒有任何 什麼素材會 就是 沒有 當場會 當場會是最 最有點over的一個 就是把我的那個照片弄成什麼 六個唐鳳在那邊 拍一個 就是 棺材啊 哈哈哈 我可以選一個 老闆講 你應該找不到 他們也差一票問過吧 其實你不要問我 那就可以去做 各種各樣很有創意的應用 但是當然 如果需要我 就是做 額外的配合的話 那我也是非常 歡迎直接跟我們聯絡 那如果不知道怎麼找到 我們可以找時間 就對了 那有 我會朋友問說 在繁忙的生活 是怎麼樣會創新的思維 那一個就是 透過像slide 我們這種方式 讓大家隨時問我問題 好像說 我就不知道 有沒有發票需要代言 現在寄到了 哈哈哈 所以其實就是 我 我每個禮拜 記得大概 五有場演講 大概就是 透過大家我的問題 來知道 現在整個社會在關心什麼 那當然現在因為 防疫有成的關係 所以邀請的 特別早 大概早上六七點都起來 要去跟北美洲南美洲的朋友們 做類似一樣的slide的演講 到了 下班之後 還要幫非洲的歐洲的朋友們 做類似的演講 那所以一天其實非常多長 那所以我才可以 就是了解到說 因為現在全世界 正在關心的事情 但是跟台灣有時候 真的有個對點就是 我們真的是福利啊 就是好像諾亞方舟 我們在這邊討論的是說 怎麼樣子去 就是宣傳才會 有點比較酷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在國際上 的朋友現在 看過還是在 跟我們 就是很久以前 還在 就是之前 我們都覺得已經解決 好像怎麼樣把口罩 弄省來的 七十五個年代 那現在在瞬間 很多地方是問題 還沒有解決嗎 那或者是說 對我們來講 其實像 不管是 舊天啊 夜總會啊等等 在指揮官 那個非常棒的 就是說 就是說 我期待這個 我們社會可以把實聯制 跟把社交距離 做出創新的情況下 這些捏捏場所 現在也變成了 反應國家隊的議員 也落實實聯制 但是在很多其他國家 這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都還在 就是 epicenter 就是一個擔任中心 一個擔任中心的 去幫助大家 那也可以學到他們那邊 很多的創新的思維 那光是 怎麼說服別人 願意戴口罩 的這個gum 就有非常非常多 創新的做法 但目前最好的 我覺得最容易傳播的 也是總裁 就是對服務的那一支 裁券圈嘛 而如果開放社會聯絡人 他家裡有一支裁券 那所以 不像太懸殊的小編 就是每次還要出一場 去買那個服務 那他只要 他要有新的輪圖的時候 他只要 因為他家住 附近走路 所以他只要訪問 重回家 然後訪問那個拆拳派的照片 然後他有很多一個說 什麼防疫期間 嚴禁持手手 然後就那個 持拆拳持手手的照片 在那邊提醒大家 會遭到清洗手 那所以 這個真的很棒 因為對我們來講 就是 口罩是保護自己 不要把自己 沒有洗乾淨的時候 碰到臉上 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其實是 最容易傳播 因為任何人 都想要照顧自己的身體嘛 說是 口罩是尊重別人 是什麼東西 有點取高核化 但是口罩是 讓自己不要不洗手 就碰臉 這個是非常容易臨機 而且也把這個跟肥皂 結合在一起 所以目前這個 還是最創新的 但是各國 反而有各自的不同的方式 我最近也學到了非常多 所以我們問說 請問政府保管資料 在開放民進 運用的時候 怎麼樣做好 趨勢別化 例如像電子發票 來交易資訊 涉及商業競爭 那所以要怎麼樣做 那現在各位其實 都了解到 就是有最小通緝區啊 等等方式 你可以列出通緝資料 但是這樣子講 就是幾乎沒有回答 因為民進就說 通緝資料我們也有 我們早就有了 我們要是羅德達 就是通緝資料 並沒有什麼可用性 但是就是說 其實有產生通緝資料的方式 有非常多 也不是只有 就是最小通緝區 這樣子一種做法而已 好比像說 我們常常有一個概念 就是open algorithm 就是說 不是開放資料 而是開放它的演算法 它的演算法 如果公佈出來 那我們每一個 就是持有資料的人 自己去運行這個演算法 而且這個演算法 還可以附帶數據 證明說 它不會洩漏到 任何特定的個詞 然後它如果是一個 deep learning 的演算法的話 那它只分享到最後 它兩層的神經緣 就是它直接接觸到 弱德達神經緣 都不會去分享 這個其實很容易理解 好比像說我們 很小時候就學會說話 可是誰也不記得說 就是第一個 講出來的話之前 你聽到哪幾句話 所以你才講出第一句話 已經沒有人記得了 或者說我們很小 都學會走路 可是也沒有人記得說 你就是走出第一步路之前 你到底就是用雪布車 我用什麼 就是走到哪些地方 然後你才能夠踏出第一步 我們也不記得了 所以這表示說 人類在就是 學會一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丟棄你要羅對他的 你要教別人游泳 教別人騎腳踏車 教別人騎腳踏車 你不是拿你當年的羅對他 你教他 那些哪裡已經就是 insight 就是已經整理成一些洞見 一些智慧 然後是在這個 就是最上面能夠講出來的 表現才去教 而不是你開始的那個輸入層 所以即使是像Deep Learning中 就是比較難去用同時資料來做的 那其實我們還是可以把它變成 由同時之性質 那怎麼做呢 就是open algorithm 就是它公佈 然後你這邊train train完之後去公佈 就是最後面的這兩層 或這幾層 那這叫做Sleep Learning 是有一種專門的做法 那現在當然就是因為 因為我們手上有很多的算力 那所以像今年有一個新的技術 叫做Fully Homomorphic Incursion 那就是簡稱FHE 那這個做法其實就更厲害了 它就是你可以去做任何的演算法 那但是在演算法的執行的過程裡面 就是持有加密過資料的這個人 他可以執行任何算法 可是他完全不知道這個資料是什麼 所以你可以直接對加密過的資料庫去做演算 那但是你還是完全不知道那個資料庫裡面放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你就可以說 那我把我的資料加密 然後放給一個我完全不相信的人去進行演算 他演算完之後他給我演算的結果 他也不知道這個結果是什麼 因為他是加密過的 那我拿回來的那一把鑰匙 我就可以解開 而且我可以驗證說他真的是泡了 就是這個演算法 所以我等於只是跟他做CPU 只是跟他做算力 但是我跟他做算力的時候 我不用相信他 但是這個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那還有很多類似的 像有一個叫做Zero Knowledge 就是你知識證明 是說你可以用加密的連算法來證明說 好比像說我的就是最近的收入級距啊 或者是說我的就是有沒有 qualify 是某個免稅的條件啊 或什麼 但是呢我可以證明這件事 但是不告訴你我實際的所得是多少 然後在政府治療 有一個entastation 就是說我證明說他是在這個集聚裡面 但是我的這個證明所來的這個Rodenta 我也不需要分享給你 但它還是個連算 那所以這是也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像我們在健保署那邊的其他存證 健康存在SDK 現在分享如果不是全部分享 就是都不分享 但是有些朋友他 後面他要跑馬松 那半馬松比賽的那個主辦人 他想要check 就是說你有沒有哪些慢性病啊 或是你最近的一些就是measurement 那些指數有沒有這個特別高啊 所以跑馬松可能對你身體會很危險 但是他其實是要知道危險或不危險 他並不是真的很想知道 就是全部的那些檢查的數值 他不是醫師嗎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你就可以用ZK診診去透露這些東西 而不去特別去分享這些Rodenta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一堂 大概都是所謂的PET啊 Privacy Enhanced Type Knowledge 就是增進隱私的技術 那他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算力就是需要用CPU比較多 那不過沒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有過往啊 然後這個測試中心也有蠻好的算力 所以這個情況下 其實不需要特別在意說 他需要可能十倍或甚至一百倍 於傳統上面的差距演算法 因為就是租一百天去計算一下 也對我們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那所以這個時候可能最主要的還是去 好像有一個新的建築材料一樣 你要怎麼樣證明說這種新的建築材料 來做公共運輸是比較安全的呢 那需要一個超然獨立的一個獨立機關 來做這件事情 那在以前呢 如果是非金的話是非安會嘛 非安會會在一次事故之後 去受這套一些責任 是因為哪個部分物件沒有弄好等等 那當然後來出了一個陸地交通事故之後 非安會就變成了運安會 所以他們也要管這些陸地上面 這個鐵路啊鐵櫃啊 這個煞停機制啊什麼之類的 那我現在想法是說 不要等這個大規模的隱私侵犯事件出現 我們應該超前部署 然後就成立一個獨立的各自專責機關 那這個機關 他就可以去看作我們這些新的建築材料 用在這些事情上的時候 怎麼樣同時做好就是個人隱私的保護 但是也有最大化資料的可能性 那這個我覺得 我們像歐盟啊GDPR 也是要求我們成立這樣子一個機關 所以這個組織法應該很快就會 下個會期吧就會提到離開運氣 然後各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一直讓我來說 我創建的名店啊 持具時代性與貢獻 那能否透露正在進行的幾項有趣計劃 那我現在還正在維護名店 那不過我可以講一些比較新的吧 像其實剛剛講的那些就是各自的專責機關等等 在那個成立之後 那我自己很感興趣的就是 能不能做出一種好像 類似勞動合作社的那種資料合作社 就是說一群人他們互相關心 然後各自可以在 就是各自關心的這個領域之間 互相分享 到底上我舉例像 有一個叫吃抗糖的嗎 就是有就是糖尿病的朋友們 那大家關心的都是說 我怎麼樣就是 維持好我自己的身體的健康 可以分享一些就是 改變生活習慣的方法等等 那在那個就是 互相興趣裡面 他們會願意分享一些 平常只有他跟他自己 醫生才知道的資料 但這並不是什麼都分享 他是分享跟這件事情相關的 而他這個分享他的獲益呢 也主要是靠這個網絡 他彼此學習的獲益 而不是說把這個資料賣出去 或者是什麼大廣告啊 或什麼之類 或是傳統上所謂的商業利益 那在以前 只有像這種就是 大家都是 空肝虎患難的一群人 他不想說 剛剛講糖尿病是一群吧 或者說 在台灣某些地方 對空氣污染感興趣的朋友 他也不是 忽然感興趣 因為空污變嚴重了 所以他不得不感興趣 那所以這個時候 他會自己去用 像空氣核子 這樣的方式去 診測拼門2.5 那又集結起來 然後去施壓環保室啊 就是來調整他們的機器嘛 然後讓他們的機器更準 然後甚至說服一些工業園區 現在叫科學園區 也能夠在路燈上面 去安裝他們整個設備 到最後他就變成 我們現在叫民生光光物聯網等等 所以在台灣並不是沒有這些例子 是有一些的 只是說他沒有辦法 擴增到說好比像說像電子打票 這樣子的事情 就是電子打票 當然我自己對講 或者我加入一些集點啊 什麼環保點數啊 什麼之類的 那個都OK 可是比較沒有一個 好像我會自願的再更多分享 然後來去給其他人 可以參考的事情的 這樣子一個概念 他比較不像 Flickr是大家都繞著照片 變成一個社群嘛 Instagram當然是繞著照片 但是是方形的照片 變成一個社群嘛 然後就是 它是一個social option 那然後大家都很容易的去貢獻 那但是就是 由社會部門來營運的 然後又是主要是解決社會問題的 類似 就勞動會作社的 這種資料會作社 我覺得 可能是以前就是 沒有各自尊的機關 然後跨國的資料 比較不容易取得 也沒有像 哪個資料 從一個地方可以下載 各種資料的東西 那然後可能一般對於就是 資料到底能夠做成 加持應用的想像 很多都是被 就是跨國的大公司 做定義等等 那所以就比較沒有這個 這樣子的概念 那但是我覺得 等各自尊的機關成立了之後 我們真的可以多鼓勵這些 所以像剛才講的就是 沒有去領口罩的那個配額 然後願意把自己的名字 把他捐出來 把選擇權去換顯明權 那這個對我來講就是 類似一種資料合作關係 那這種合作關係 當然不是投票 但是也不是捐錢 但是事實上 口罩的配額這件事情 他跟錢跟投票權 都是不可共量的 意思是你有錢也買不到 那個人就是有點像是那個 中央銀行的那個 發幣的機制一樣 就是每個人每個 禮拜就那麼兩片或三片 那現在就是當然 兩週就那麼九片 那這九片 當然你可以自由市場買賣 可是你自由市場買賣的 也不能改成 缺顯明權的這個數量 那這個時候其實就有一個 很有意思的 類似資料合作 是這樣的一個方法 那我們在總統每個客送 也有試著用類似這樣的方式 每個人發99%的點數 然後去執行平方投票法 去把大家最感興趣的社會 或關心危機的問題 做一個排序等等 那這個也是 沒有學計劃 那所以這些 拉伊拉載家在一起 原本有一個名字 是有的 它是叫做 Radical Exchange Radical就是基金 Exchange 是一個X 然後Change 就是基金成立改變 那這樣子的一個寫有書 是叫做基金市場 是我的目前共同創業博伴 Glain Weill寫的一本書 那我也幫這本書寫一個序 它是有中文版 然後我同時也跟 Glain Weill寫一個新創 那我也同時在用這個新創 那這個呢 我也就是需要全序部的報告 才能夠做這件事 因為一般公務員 好像是不能夠堅持去開新創的 那但是後來就發現說 其實我們的公務員服務法裡面 並沒有限制說 如果你是NPO的話 你不能去當理事的這個職位 它的唯二的要求是 第一個 你必須根本職業務有關 這個當然沒有問題 我就做社會創新的 那第二個是說 你不能夠就是有薪水 這當然也沒有問題 本來這個NPO 就沒有法律的薪水 那所以在這個兩個就是 就是有雙方合一的情況下 我就把他的Buylaw 就寄給院長10 那院長1千 所以我只是一個正式的堅持 所以我在紐約那邊 在巴塞隆納 在阿姆斯特利潘同時都有堅持 那為什麼需要全序部幫忙呢 是因為以前全序部的韓式 只有說國內的NPO 你可以去擔任這方面的職務 那但是從來沒有人講到國外的 那但是其實這想像也 對我們的外交處境來講 是國外的NPO 我去堅持才比較有道理啊 因為這樣子在各種國際組織開會的時候 有時候拿我們這邊的抬頭進不去 那別的抬頭就進去了 那反正我也是同一個人 進去來講一堂話 對 所以應該要多鼓勵這種國際組織的職位 才會怎麼會 反而限制無國際組織的職位呢 那所以後來我就去找這個 然後後來我們就一起看了一下 這是母法所謂的限制 完全是在法規面一定層級的一個限制 那所以因為母法沒有這個限制 所以其實應該要把它調式鬆放吧 所以後來選序部也就非常同意 那後來就重新給了一個韓式 所以一年以前到現在 不是只是我啦 任何公務員員 如果大家對於擔任國際組織的NPO的遺事 或者其他思維有興趣的話 那其實只要你們掌握前准就可以了 這個我覺得也是可以多鼓勵的一件事情 好 那 我們是到什麼時候 剛剛那個是下課中生嗎 是 那所以我們是不是過15分鐘 好 過15分鐘到來 好 那我們就是大概37分 好 我們再接班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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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還好你有在 也比较适合 你可不可以吃 你才吃的是最好吃的 沒有 但不能吃 你跟娃威一樣 謝謝 你跟娃威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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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覺得很好笑 謝謝 還有可以來一遍 我有一個好笑 還有一個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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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手提起 好啊 謝謝 謝謝 奇怪 沒關係 偷看了一個好笑 有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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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只是告訴我們 覺得問答題 有隻 對 如果他做參加按讚 就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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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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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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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般學習 就 自行 這邊有傳到 我們跟這邊 這邊有傳到 沒關係 就是維持現狀 現狀 對 因為第二天就標般學習 因為第二天就標般學習 就是另外一天 左方會 然後 照片 大家意見怎麼樣 對 維持現狀 OK好 又維持現狀 那個標般學習 我剛剛有在傳 就是 自行前往跟就地解散的部分 那等一下傳 傳到最後 如果沒有填到的 我會再把它收集到我這邊 再給公 學長寫來給你一下 好 好 我看三點 三次沒寫 沒有 那個單子有八點五十天往這 好 你幾點到 你先給我一個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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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nse 慢 preocup 能力 你先給我一個星人 我剛剛好 你先給我一個星人 你先給我一個星人 我的天 她的你 天 我 我 五十每十 所以 就夠 但是,VISA 我開心 我們開心 不好意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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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都會在一邊 很明顯 怎麼 待會在一邊 好 我怎麼想得出現在一個 今天就出門街道在一邊 有游览车的USB能不能拨啊 所以平常在这一间 然后几点要到 那天怎么吃 那你来办公室啊 对啊 你一定会路过办公室啊 你准备山啊 好 最造型 写的那个出现也没关系啊 哈哈哈哈 对啊 我可以给你地址啊 对对对 好 好吧 就来大 大方是三五五 静文 静文要对他样子啊 他真的 对啊 去帮不去带我们礼拜一期啊 好 那你先前天上班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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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载我 那赶快点赶快点赶快点 你写的话我写 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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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 现在是暂停吗 没有没有没有暂停 啊 现在没暂停 对 反正后这整个 这晚他们会带走 他们的 他们要 要 不是啦 不是啦 你要写这边啦 自行立开啦 你就跟着他走 那我去第一点上 然后直接跟你去 那我去帮我 那我去帮我站 那我车子就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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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车子就搭来 我车子就搭来 那我车子就搭来 米瑞 哦米瑞 不是不是 武器铭的 他的办公室也认字 变得完 要跟他 他还抗互的 这个很漂亮 对啊 所以我跟他听你的 还是说变得到 所以是接受 还是这样的 你说这个 你刚刚讲的那个 哎不是 这个 这个 等一下他来 我去 今天刚才 可以啦 還有沒有 來 給你呢 看你 我們去年還有 我們去年還有 我都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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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火鍋裡面 我都在火鍋裡面 我們來等一下 要請整個月下課請跟我們回答 我們去三個 我們自己去做什麼 我們去做什麼 我們去做什麼 那我們的縣市接這個 迪寬現金的 快點出版 然後他有拿走 他不是拿走 現在要再衝嗎 就這樣 喔不是 那有變了 不是 不是 除電 真的 很好 好 這是什麼好啊 對 請一本 你們先進去哪 你這樣很符合過台的 你才能吃一口就很菜 我不知道 而且他要怎麼願意到 住人在去 他你要去台中 我就把我去住一本去台中 所以一本就可以 對 這個是我當目前的經驗過最好學 因為我為了要得你的金幣 所以他的金幣怎麼在當地使用 對 對 就是結合當地的商家來使用 然後也這樣也可以促進到的 對 因為他們 下課 下課 那個APP 各位同學 因為那個 本來說下課拍照 那有的同學下課本 趕緊接口 趕緊一下上課的時候 我就要請大家 趕緊接口 拍照 那個是我當中 有的同學 所以就每天都在那邊 看哪一個 在那邊 你會在那邊 你會在那邊 看哪一個 你會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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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哪一個 你會在那邊 對 你等一下 你會在那邊 你會在那邊 這一個 可是我發現兩邊好像 是對 對 左邊 對 左邊 對 那個 那個 羅安說這個 就是 他 反正會出席 谢谢大家 一個帶一個多好不好 好 好 要跟他摔著嗎 可能是要跟他分 那是重點直接來 帶給你一個 我給他錢 應該是這個意思 欸你現在先問 這個吃上去吧 你現在要檢查什麼 你現在檢查就好了 這個怪我 來 是你 你要看他 他認可 他認可 那一個誰 通溫者一頂八 可是一顆沒有 通溫者一頂八 接證不得了 找不得了 因為我們就通溫者一頂 他想得到我後面 你問我這個問 如果真的是太多 他跟著我一上 我們也打到我的 我一上 跟著我 跟著我 有 不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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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自作的主意 原來以為我前面看 剛才刺激的主意 在打真話 我好帥 我保持武力 我可以打真話 我沒打真話 那就是 支持 記得 你怎麼親一下 你才擔心 你自己的 你一定會 你還可以 要擔心 對 你一定要 我 你 你 你 是抓那個選檸檬的 我完全不是秀蘭的 終於這邊救了 優秀的 我想說 打開 你可以說 好,大家請問 好,你要換個 第一個版本是口罩 第二個版本是 三個版本是 沒有沒有沒有 那我不用 我們這排吧 好看這裡喔 好一二三下一個 用心 用心 手要拿下來 手比一個 那我們再來頂戰好嗎 來看這裡喔 這裡一二三 戰 OK那我們快速的 拿下來 不要講話啊 微笑 好 OK 看這裡喔 一二三 OK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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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囉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同一年还是都太掉了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到slido.com8014 收入问题 然后帮你再按赞 那有十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年轻人所关心的居住正义 要如何落实 然后如何执行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想这里面就是有一个 重新平衡的一个概念 就是现在叫做均衡台湾 或者是有很多讲法 地方创生等等 那大概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希望在任何地方居住 都有差不多的发展的机会 而且不会因为好像大家飞到大城市 不可 它会造成就是房价或租金 接着上升 那这里面最重要的两个 大概就是健康群 就是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的健康 那以及教育 就是学习群 那因为对一个年轻人来讲 就是他虽然在哪里都可以工作 但是他到那个地方 他愿不愿意待一个较久的时间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很多 望着台湾的意思 就是为什么从全世界四面 把他们之后愿意跑来台湾 那当然是因为他觉得 他是没有疾痛到他的伙伴 而且他的亲人 他的小孩 如果他是这一金卡的话 那其实全家都可以过来嘛 那过六五月之后 也就会取得健保 所以即使他的家人 就是身体上面有些状况 健康上面 会有一些什么需要复健 等等这个情况 他不会觉得说 好像他是这个 必须要在他继续发展 他的工作 跟照顾家人中间 做一个选择 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就让他能够感到很安心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然他的小孩 接下来要 就是接受教育 那每个人对教育 当然有不同的想法 那个台湾 不但是有体制外的 这个实验教育 有10%的小孩 可以用自己所选择的方式 在机构团体 或者个人都可以自学 那现在这些课程 通过之后 也可以有所谓的教育实验 就是他可以跳一个 就是他的在地的学校的课法会 他最能够参与过 最能够加入的 然后透过校本课程 选修 加成加广 等等的方式 去关心到参加 想要关心到那个社群 所以他的小孩 也不会好像 因为进入了学校 就跟他所关心的事情 就好像验试试 查一看了等等 那所以就是说 这两个都是 都是共融的这个精神 所以我们知道 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 更能都做到这种 共融的健康 共融的学期 那这样子的话 我想对大部分的朋友来讲 他宁可是在一个 空间密度 非常容易的地方 去过生活 那但是 好比像是 如果他要开会啊 或者是说 他要参加什么展览啊 或怎么样 的话 那我们当然是有 那个义务去 透过 那所谓宽评 就是人权的方式 网络取代马路嘛 让他就是 很容易的 透过PR 或者是透过 就是线上 其实的视讯啊 等等的方法 都可以有一种 好像胜利其境的 这种感受 那如果这一段 能够做得到的话 那你在运送 货品上面 当然也有就是 运输的能力 好像说 三维的公路 就是所有无人机送货啊 等等 这个现在也是很有 很多人在侧的 5G的圈子线场域 之一 那像我这个 很快的我 就是都已经 做事了 那他这个 上个礼拜才 很幸福的去 就是 带无人车 然后跑到他 就是从他住的地方 走路大概不到一分钟嘛 就无人车的车站 然后他搭上去之后 就可以到 附近的一个 shopping center 那他就很幸运 不用 那边等公车 然后 他觉得很新奇 因为就是 司机都 没有受不了放在 方向盘上 然后车子就会 自己动 那这个是很有意思 因为他多了很多 可以 很运达聊天的 这个东西 那这个是 因为他在 单手嘛 当然是 是展开平时 那我们 首先就是 载人无人车 上路也好 但是不管是 新专用道啊 或者是 路港啊 在高雄 好像还有无人车啊 等等的这些 其实都是解决的 另外一个就是 包含 像在偏向 他们请不起 一台这个公车司机 或他班次 是非常地少的 那串通上都是能用 像机程车 就是用随选运输 想办法工程的方式 那事实上是 很需要补贴 而且事实上 也不太凑合到 一辆车了 那但是 之后如果是 无人载区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省去 非常多的费用 那而且 也可以更加做到随选 那为什么台北的 新专用道是在 就是半夜里头才开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 就是路上比较空 那但是另外一个也是说 他可以递步 节鱼能够足 应该节鱼 还是需要 维修的时间 所以大家讲到就是 健康跟教育 这两个还是 都跟交通有关 那我们只要把 这三个做好 然后确保说 在台湾各个角落都是 生活上面 都是有相同的机会 或甚至在 所谓越偏向越险情 就是在偏向 可以吃到最新的 这些东西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居住真意 这个问题 它可以慢慢的 就是自然解决 那如果我们还是 把所有的机会 就是集中在 特别是台北市 等等的 这些大的故事的话 那我觉得 不管做再多的 享受住宅 等等这些事情 它是可以延缓 这个不正义的发生 它还是慢慢的 还是越来越不正义 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 军分台湾是最重要的 那有几位朋友们问说 你对于网军的看法 那网军当然这个词 是2014年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 不同的意义 在此之前 网军讲的都是 我们想象的自通电阻 就是国军的作战弘队 那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2014年之后 都变成是在网路上面 流言带风向的人 它的那个意思 做了很大的转变 那对于流言带风向 我是觉得说 本来这就是 对民主社会 大家都有发言的 这个权利 那只是说 如果它是透过 就是一些 网路霸凌 就是下一个问题 等等的方式 人身攻击等等方式 去让就是 有各种不同想法的朋友 不敢发出自己的想法 那这样对于民主社会 就是一个损害 因为民主社会 为什么需要延绕自由 就是因为对于同情的事情 我们需要各种不同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是 看的那个角度 我觉得很好 这是非常OK的 但是如果是 透过出针 霸凌 这种方式 去让别人的角度 没有办法发言 或不敢发言 那这样对于民主社会 就是一件 网害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 我们当时在定义 就是什么 神价讯息的危害 的时候 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 就是它必须是 故意的 然后是用虚假的 性讯息 造成公众的损害 那这三个必须 同时完成 它才是 就是克罚的 那这三个 只要有一个 不是完成的 好比想说 它不是故意的 或者是说 它讯息是真的 或者是 它没有造成公众的损害 那这样子的话 它可能只是些 你啊 模仿 好像酷色啊 等等这些 那这些当然都还在 言论自由的范围里面 所以我也觉得 台湾很棒 就是说 在有网络之前 我们就已经有 所谓倡议 对言论自由 那但是在这个里面 还是必要 有一些限制的时候 那些限制 到底是维护什么 公众利益 都讲得非常清楚 不管是公平会 那边的 对于公开架格的 或者是 像这个 川平方施法里面的 或者是 对于意图 当选不当选的 等等的 这些就是 它危害到这个社会 存在的基础的 这些东西 那其实在法里面 都能确定你 所以 后来就是 罗伯特老师 就是把这些法律 做了一个 空盘的盘点 他其实确保说 他本来写成什么 广播新闻纸什么 但是就是漏掉网络 因为写那个法律 有时候 没有网络的时候 的这些东西 都能够把 这些网络的通讯传播 把它补上 但是我们并没有 发明新的法语 来发任 网络上面的 这些行为 但是确实就是说 以前是 有一段时间 它的规范 知道什么 网络新闻纸 什么之类的东西 而好像就是 网络上面的 没有规范到 那现在就不是 现在说 红台物价 或者是 造谣说什么 就是 口罩跟卫生纸 同一个原料 所以很快 卫生纸就买不到 导致大家 去抢购卫生纸 那这种红台 不管它是哪个 大成功在卖场 还是它在 网络上面造谣红台 都是用 同样式可以 起诉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 这部分是已经 跨一个很明确的边界 这个边界 又没有赋予行政权 说好像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就下架什么 对那个情况 所以它一方面 将其也能自由 那二方面 因为这些东西 就是霸凌 出疆 这些东西 开始有可怕的原件 所以说 原论自由 我觉得反而是更多原 就是反而让它 更能够去 上所的预言 那有发问 可能会说 那这样子的话 既然都讲到这个 那网络霸凌 要怎么样 继续遏止 对很多网络 的霸凌者来讲 其实它霸凌的目的 其实是 好像展现说 它的一种操控权 那但是 其实只要你 不要待在荧幕前面 它就操控不到你 那所以 其实就是说 就好像不要 暴影暴示一样 就是不要 沉迷于 就是网络上面的 社交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自保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对我来讲 我必须想说 大家可能知道 我工作25分钟 只有5分钟的时间 去看网络上面 对我有一些 力量指教 那所以我就 可能只有 6分之1的时间 是花在这个上面 那如果我随手 回应一下 那我也是 以我有贡献的部分 去回应 我不会变成跟人 骂战 那什么东西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就 我就不会受到网络 把那个影响 甚至 还可以用一种 审美的照度 就是说 原来中文可以这样用 这是一个新的狗 对 所以 这个就可以 把它看作是一个 创作的 灵感的一个来源 那 我们也有很多 梗图嘛 很多名音嘛 都是 建立在所谓 幽默批谣 名音批谣 humor over rumor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上面 那好比像说 这个刚刚讲的 那个卫生史之乱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在说 一定要怎么会囤 基地卫生纸嘛 那所以当时 我们的这个 现在的发言人 就是 就是Avian 第一名 他在对面脑子 就忽然间 看到这个 大家都要囤围 卫生纸的腿 然后他就想到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地球是圆的 囤固也是圆的 然后后来他就 不管你再怎么会囤 我们都有 只有一粒卡牆 对 这样子一个 那所以就说 如果你心里 有一定的空间 那这些霸凌的东西 可能反而变成 创作的素材 那但是 如果你心里没有空间 就是完全被他 就是吸收进去的话 那当然就会错 以为那个才是真实 那样才会造成一些悲剧嘛 所以就是说 就是跟 要摄取适量的蔬菜 不要只是泡面一样 但是他在囤泡面的时候 那个 电影运的 那个response是 让院长 就是大开仓库 有一个 什么 或很多进来买 就是 大家去买泡面 没有问题 要买很多 但是底下就有很多 这个农业线的现场 在底下开始贴路 然后说 吃泡面 这个 就是不能只吃泡面 营养药菌 要多吃蔬菜 然后他们就开始 贴到令盛产的蔬菜 马上变一个 那个农业 农业级的那个感觉 对 然后就是 营养药菌 真的非常重要 那所以就是说 大家就是 看到会心营效之后 本来那种霸凌 出征 那种情绪 完全就消失了 所以这确实是 一个人 他感到开心的时候 真的没有办法 同时感到 就是要出征 这两个是互相充足的情绪 所以就是 可以一笑止止 那 甚至是 没有一些梗涂 就不是你一笑止止 是大家大笑止止 那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王多巴黎 一下子就很容易拼致 但是要怎么样的勇猛感 很细心 那样一个 就是社区的 这个蔬菜 有些朋友们问说 在后疫情的时代 认为 术维化可能会 报复性的加速发展 事实上确实是这样 那也不用后疫情 在疫情中 这个术维化的程度 就已经 就是比 传统上面来 看药高 非常非常多 那会不会 加速影响 高教的结构 以及线上学习 会不会冲击 实体的课程 基本上 现在几乎 知识性的课程 大概都已经 有线上的版本了 不一定比面对面的好 但是也不一定 比面对面的差 那现在主要的问题 就是说 除了知识性的东西之外 那其他的 比较像体验性的 对于文化相关的思辨 需要第一手的体验的 等等这些东西 那线上常常 只是能够引起你的兴趣 但是不能真正取代 那个体验的 那个感觉了 所以我觉得实体 在接下来 长段时间 在就是VR 能够完整地传递 其他的体感 之前 我觉得实体 还是有它的价值 也是在 共同讨论上面 但是 这就是一个 其实到现在 很古老的一个概念 叫三传教学 当然教学的意思是说 传统上面 是在讲台上面 传授 知识性的东西 但是大家 就是分组讨论 什么是 做回家作业 或者是下课之后 自己去做的事情 那分论教育的意思 就是说 不是这样子 所有该看的东西 其实往后上面都有 所以知识性的东西 就应该按照自己的速度 去取得 那等到大家都有了 这些先带知识之后 我们在课堂上面 做的事情 完全不是老师 要教人们的东西 而是学生想问什么 学生想问什么 我们就一起来 就是绕着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那我们带大家一起来 几次广义 我们都有这些先带知识 那我们要怎么样 来处理这个问题 大家是在课堂上面 讨论以及共同创造 那反而不是在 吸收知识 那所以如果已经有 做到分软教育的话 那其实实体跟 就是线上课程的掌握 就已经做得是最好的 就是说 本来线上就是 你已经知道 哪里去去的 知识性的课程 那本来你面对 就是为了要讨论事情 那讨论事情也不是 老师想讨论什么讨论什么 而是学生想讨论什么讨论什么 那这个时候实体的课程 以前都还要需要说 那学生的手机 要不要没收起来 因为这个就是 手机很容易让人在心 那我们现在有像 slido的这种技术 就是就算投影机 是没有接上的 那他自己在手机上面 也可以知道说 我接下来要讨论什么问题 我接下来 下一个俄罗斯方块 是那个国内电商平台 那他在自己的手机上面 就可以看到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数位 不一定是只有在 远距的时候使用 面对面的时候 去使用数位技术 包含可能是 或者像直播 或者一样直播 等等的方式 那我说 你戴上一个VR眼镜 就除了大家之外 第一拍也就做人 阴阳阴 的这样子一个状况 这个我们也是试过的 所以其实之后 可能虚拟跟实体 不会在那边接触 二分 会慢慢慢慢往中间靠 那大家都会在 扩增时间里面去学习 那这是 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情况 就是取代人员 直接面对面的沟通 有需要面对面的沟通 可以扩及到更多的人 有问人们问说 会不会把国内的电商平台 做系统的整合 这个当然 在国内来讲 电商平台每一个服务 都是不一样的 就像 我一开始2015年 在直播 比台湾当时是 参与林正伟的时候 我们处理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里面有很多部分 跨境科学 这就是感谢各位的努力 是台湾是最早级学生的问题的 就是观想领域之一 那但是经济体之一 那但是我们靠谱上当时也有出力什么 远去工作 那远去工作的人其实是没有一个光辉 因为远去工作是处于各种各样不同的业别 那或者像说那些去开湾群岛开公司的 那要怎么样调整公司 到那边远回来台湾开公司 那他们也是属于各种各样不同的业别 所以电商平台也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电商平台它叫定义 就是你在支付的时候 他有问你的信用卡的 那个就已经叫电商平台了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他没有去管车 他是哪一个业别 那每个业别 当然因为他自己的群聚效应 他自己的网络效应 所以就是透过电商来购买杂货的 跟透过电商来中介特定专业服务的 跟透过电商来递送货物 但是不载人 以及用来递送人也在货物 等等的这些电商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业别台 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主管机关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唯一的共同点 只是透过就是电商来进行经流 跟可能有些咨询流 就是每个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是有一个一致的 法规调试的一个见解 叫做平台经济法规调试原则 那那个是国法会的法系在负责 那尽量不要变成是说 他是要改一个业态 或改一个标签 或改一个主管机关 他就会落入一个 就是比较有利或比较不利的 这样子一种法律环境里面 就是选租了 就是尽量不要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尽量让就是不管任何 就是业务机关 看到平等期间的时候 都能用类似的态度去看它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法规系统的整合 那至于就是技术上面系统的整合的话 我想我们目前大概就是尽量鼓励大家 就是支援多元的支付的形态 那包含其实如果未来的身份认证的话 我们也会鼓励大家多用TW FIDO 那我想这部分是做得到的 那在这个之外的就是它们要鼓励 它们用特定的舆论服务提供商啊 我们的服务提供商啊等等 那这个我觉得我们是在一个step by 状况就是说 如果国内的一些平台它没有这方面的基础能力 它当然可以透过像工业局的就是数位转型相关的一个方案 去取得这些系统服务的能力 如果它资安没有那么好的这个能力的话 我们自能处有就是资源相关的检测的业者的清单等等 但我们不会只是为整合而整合啦 大概就是这个行业它有它的需要 这个需要在它现有的这个工业链里面 下面把它满足的时候呢 我们会透过一些政府所资助的一些计划去告诉它们说 别人的数位转型是怎么做的 你可以跨业态数位旁通的去稍微学一下 那像什么数位转型的化育者 就是资社会的新的任务 它们有一个专门的网站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在告诉大家说 它们怎么样去帮助传统的商家 编存电商 甚至传统的制造业 当然有一些数位转型之后 它也可以开始有些服务的业态的出现 那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单纯的技术系统整合 这些都是先数位化 数位优化 然后数位转型 再这样一个数位转型的活动 这部分我是个人其实很有兴趣呢 我每个礼拜三在工作里 有很多朋友来找我去问说 那在他们的行业 要怎么样做这方面的数位转型 给这位客们问说 台湾如何在这个美中蒸发当中 取得生存与繁荣发展 目前好像我们还蛮繁荣的 我们的GDP竟然是正的 就是很想象的一件事情 其他地方都是负的 但是当然不是说以此为自满 我们当然还是继续75%的 就是口罩佩戴里 还是要保持 但是除此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双方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就是不是单纯的说 信任台湾这个品牌 而是说台湾不断的在输出 能够值得信任的这样子一套做法 一套技术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在口罩地图的例子里面 我们30秒更新一次口罩的存量 来达到大家对这个分配的公平性 以及我们说增产 还真的就是增产的 这样子一件事情的信任 这个事实上就是 韩国人的口罩的实名制 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些 但他们的公平社群的朋友 就是看到了台湾的这个经验 然后跑去告诉他们政府说 只要你学习台湾这个做法 甚至API 完全都是我们的第一个上线 但韩国的地图就是 像民众在台南写的 虽然他不会讲韩文 但他会讲阿斯克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从韩国的角度来看 就是台湾不是只是说 在单一的product上面 是值得信任的伙伴 而是说在process上面是 所以made in 台湾是这个process made in 台湾 它就是值得信任的 或者是过去帮东京度 跟一起领事政府的朋友 帮忙他们翻译 就是他们的COVID dashboard 那这个dashboard也是 他们东京度知识的一个 得益之作 因为它等于是及时的 把最透明的这个疫情的状况 及时的让任何人都可以 在受几项利害 那这个东西在翻译成 就是我们这边翻译中文之后 也台湾这边也有朋友在加深 也有全世界的 或其他朋友在加深 那所以当这个东京度的知识 在推特上面公开的感谢我的时候 它其实在感谢的是 整个这种开放式创新的 这样一种社群 所以就是说 只要一想到台湾 就想到开放式创新 然后想到开放式创新 就想到说 也这是一个 能够值得大家信任 越加密开放式创新 大家就越信任 这样子一个做法 我觉得其实沿着我们 以前台湾Can Help 的基调 那当然我们以前的题目 比较是可能医疗 或者农业就是农改 或者等等这些部分 那现在又再加上 修为治理 也是我们可以 就是大家一起开放式创新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牌吧 那所以像我们 就是大家不是刚刚讲的 口罩4.0 是把没有用到的口罩 配了去捲出去吗 那就是有点像 试吃包的一个概念 他们用完之后 各国都发现说 品质非常地好 那接下来就会问说 那为什么多出这么多口罩 可以捲 我们说不是真的多捲 我们是省着用 不过 by the way 你们如何自己要生产呢 而不是说从我们这边去 就是拿口罩的话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blueprint 那你们那边只要有足够的原料 有水 有电 有一个就是地方 那我们可以去寄转 这样子的blueprint给你 那你也可以同样的 就是有足够原料的话 那每天就可以 类似无人工厂 那样生产出两百万的配口罩 而且还可以多一些 做防护衣呀 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 我们不是只是卖口罩 或者是卖 配口罩的技术 而是说怎么样自己自足的缩短 供应链的这件事情 能够在当地就生产出口罩来 这个也是我们愿意 transfer的一个技术 我们不会变成说 你不断的依赖给我们 然后受我们支配 这个价格产业 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方法 有断遥控啊 等等呢 如果付不出钱的话 好像不像港口的我们 都不是这样子嘛 我们要人家能够做什么 所以这就是说 我们并没有什么勤得勤 那这个我觉得是 在国际上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品牌 所以不是只是生存 我们自己照顾自己生存 当然没有问题 但我们繁荣的方法 就是跟大坦共同 那我觉得这个 越来越多的国家 听到台湾就开始想到 这件事情 就是以前大家都是想到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也那种够 珍珠奶茶也是开放式创新的 我去非洲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说 这个 因为他们非洲有很多 其实大家都在买喝的 他们叫做Ribus的这种植物 但他们觉得说 没有那个品牌 不像说 就是我一进去 他们那个加速器 这不是谁好 你们不知道我要去 他们那个白板上 东西上面 就只有两个 就是日本的壽司 或者是台湾的珍珠奶茶 然后他们就说 这个我们非洲的食品 到底要怎么样是取得 这种世界性的能见度 那然后他们就 再举例说 没有人知道Ribus 是非洲来的 那我走进去 可能听到这句话 我说不会台湾人都知道 因为翻成南非国宝杀 所以他都知道 是能飞来的 但是那时候当然 可能只有台湾人 知道是能飞来的 那所以到底要怎么样 把它变成就是台湾的创新 那后来我就说 其实如果你是 就是在特定的一个植物 一个材料 一个原料的话 其实会喜欢这个 是有限的 寿司之所以 全世界都知道 珍珠奶茶素食群 全世界都知道 刚好就是因为 它并不跳原料 你用绝肉做的寿司 也算是寿司 加利福利亚卷是米 在海台外面 也算是寿司 反正卷起来 就是寿司 那珍珠奶茶也没有说 一定要黑珍珠 还是白珍珠 都是珍珠 就算你用国宝材 就是珍珠奶茶 我们也承认是珍珠奶茶 所以就说 这种不需要特定的材料 它只是一个概念 一个创新 这样子 它的散播的能力 是远高过 你用一个特定的材料 或一个特定的来源 去限制住它 产地去限制住它的 所以我觉得 想到台湾就想到 刚刚市创新的这个概念 真的是蛮外 可能我觉得 台湾Can Help 也是接下来 往这个方向发展的 一个契机 有七位朋友们问说 台湾的外交处境困难 数位领域 有没有可以着力 去克服的地方 当然我们现在的外交处境 也没有那么困难 因为全世界的外交处境 都很困难 因为就是飞机 大部分都停飞了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是然后变成线上 那都变成线上的会议的时候 台湾就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我们在WHA的前几天 自己办了14国的WHA会前会 那这14国的 就会很多是高阶的 这个卫生的官员等等 都发现说 连到台湾的那个宽品 比起真的那个WHA 跑太多了 真的WHA它会是会抽格 然后讲话也不是听得很清楚 那但是在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真的宽品 这个基础建设做得还不错 那很多海澜 这个当然现在比较不幸 没有到香港了 但是还是有到台湾嘛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其实欢品对台湾讲 并不是一件会谈的事情 我们台湾加入了 对个专家学者等等 脸都看得很清楚 讲话也讲得非常清楚 听得很清楚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其实也没有什么席位的问题啊 在正规的WHA里面 什么谁是会员 谁是观察员 谁是专家 谁是什么 看那个席位分的清清楚楚嘛 但是在网路上 每个人就是一个房格子 房格子要摆在哪里 你还可以自己脱衣哦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根本没有分什么观察员 什么会员之类的 所以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很平等的一个情况 而且每个人要怎么显示啊 都完全自己提上去就好了 所以自然也没有什么就是 在能够解散呼召啊 什么这件事情 不过就算要解散呼召 当然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就是直接拿一个iPad 然后夹在椅子上就就进去了 其实这个在就联合国籍连和国桌边 会员现在也变成一个常态 就是之前就是很多 就是知道我去日内网 就是弄了一个邮轮子 可以早上走去的之前 都说那个会不会很贵啊 会不会很难租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就告诉各国的住处 说没有啊 其实你叫哪一个平台 然后跟就是一个旋转营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博弈桌子 都有旋转营 所以你就知道 就有一个家具 然后把我这个夹在这边 然后如果有人在那边发言说话 就跟我这样转一下 然后有人在那边说话就转一下 然后这样子 我还是可以有一个临场的感觉 这个非常的稳 可是事实上我在那个 就是市民地方法院的模立法庭 因为现在不是叫国民法官法吗 就是大家要就是参与法官的审判吗 所以就是我也被邀当过 做一个类似国民法官 然后在那边跟法官讨论 那所以我人就在行政院 然后是透过视讯 然后就在那个法官席上面 他们就放了一个人偶 就是穿衣服那个人偶 然后就把那个法庭 就在上面去 上面放一个iPad 然后我就在那边这样子 这个旋软站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创意的话 大部分的这些外交处境都可以可服 都可以解决 那现在虽然全世界都在一个 就是飞机很难飞的情况 但是我们的外交员 我们的各住处 事实上很可能现在是 他们又是一来最忙的一个情况 因为各国都想要知道说 台湾模式到底要怎么执行 而台湾模式里面 那些很难复制的 好比像说健保 健保法真的就是最难复制的一个东西 那他们有没有什么当地的别的东西 可以去替代 但是还是可以拿到一定程度的作用等等 那这个时候我们整个外交体系 现在都动起来 在分享这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外交处境 真的是觉得从来没有怎么好过啊 那所以也希望就是 趁着这个机会 就是把台湾式开放之冲的事情 不是只有在健康上面 我们在所有其他领域上面 也都在我们听到的这个讯息 可以更明确地传提出来 有六位朋友问说 我国的老年人口 逐年提升啊 对于国家推动数位化的 影响程度是怎么样 那当然就是表示数位化的 那个破解性就越来越高 大家越来越有动机去数位化 这个我们看日本就可以知道 他们发生了那么多AI 会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要解决 我们像远俱医疗啊 辅具啊 或者是就是老年人 他我想要办重物 他们就去开发一个外谷歌 我们充电员也开发一个外谷歌 等等的这种方式 就是说科技它还是 就是要辅助大家 不管是年纪多大 都能够参与社会嘛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科技并不是 就让大家变成超人 而是说就是让大家 在这个过程里面 可以一直维持着社会参与的这个能力 那当然对就是老年人来讲 就是光是出美一长段时间 或是一些体力活动 他能够使用的那个时间数是比较短的 但是如果让他能够在远端 还是可以 或者是三五个好友 在一个就是近端 对他们来讲是近端的 就是透过远距的方式 去参与更大的社群啊 那对他们来讲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最近老年人口越来越提升 这种比较像是辅助式的智能啊 远端的刚刚讲医疗啊 终身教育啊 等等这些部分 基本上就是大家会觉得很习以为常 好像就是应该要赞 这一件事情呢 它就可以造成一个新的social norm 就是一个新的社会常规 就是他们需要报税 这件事情应该是到巷口的便利商店就可以了 那如果更厉害一点的这个朋友的话呢 就应该在手机里面用TW FIDO 或者是用最高卡 就可以在家里完成这件事情呢 如果一开始文化学的会 那左邻右舍都可以教你 左邻右舍都没有人会 那至少可以上天电源就教你 那你在这个情况下 就比较不会变成说好像都要在 就是国税局群聚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所以我会觉得确实吧 就是说任何的公共服务的地送 我们都先优先考虑到说 等于如果是长辈 他不熟悉使用健康滑鼠等等 这些技术的话 我们怎么样是技术去配合他 而如果是他来配合技术 我们就要一直把握住这样子一个 就是以公民为优先的这样一个做法 我觉得我们的数的话 你会被接受的程度就会非常的高 那目前看起来确实是如此 那有办法跟你们问说 这个很多人说我是天才 我怎么看待 没有特别怎么样子看待 就是说有些天生的才能 大家都有一些天生的才能 我们就知道了 有五位朋友们说这个 对于社会政府的政策 最关注的是哪些部分 我们就是DigiPlus DIGI 那这四个字是可以拆开来的 那就是digitization 就是数位化 那innovation 创新 governance 治理 inclusion 共融 那大家听我上半场的演讲 大概也可以感觉到说 共融 inclusion 是我最在意的一件事情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在讲创新的 在讲要治理的 在讲应该要数位化的 已经不缺人了 我们要很多 就是业界的朋友 在强调这件事情 但是我一直觉得说 如果没有把共融做好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 push一件事情 但它其实是 牺牲了一部分人的权利 而这一部分人呢 一开始你也没有玩过他 那大家很容易就会变成 这群人到最后一秒钟出来 帮你踩刹车 的这样子的情况 这个在台湾是 遇见不鲜 那但是像 就是跑出来踩刹车的 包含做支援 就是报税安提 难用到爆炸 这个在Mac跟Linux上面 当时因为 就是有一句梗 这一句梗就 就是说 你可以去接Windows报税 跟人接Windows电脑 那这句梗 其实就跟任何梗一样 就是它就有自己的生命 就传开 所以所以都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 就是财政部跟微软有钱什么 这个合约 就是要帮它 卖Windows系统 当然不是吧 而是说 Oracle就是Java的 那个Mac跟Linux上面 可以报税的技术 刚好就在那一年 2017年 它平时支援 就是没有办法用了 对所以其实 我们被Oracle 不小心害到了 而不是说 我们一定 只是跟微软有什么事情 那在这件事情上面 如果我们采取一个 雷克群的态度 那应该就是说 报不了税的那群人 就是Mac跟Linux的使用者 赶快把它 要到财政咨询中心 大家一起划出一个 更好的报税的体验 而不是说 那你就去接Windows就好了 对 这样子一个做法 那但是当然 我们也知道说 当时财政部 开放这个流量制度 发挥了很充分的作用 那就是可以现场后奏 就是先上去留言说 这个请大家在这边 骂政部的朋友 赶快就邀请到 我们协作会议上 那之后才让 这个部长知道 那所以 这个是蛮好的 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 对于网络上的朋友来讲 他就不会等到 可能两天后 三天后 四天后 媒体都在那边 已经少了的情况下 他才受到邀请函 那时候他就感觉不太好 而是说 在立委还没有质询的时候 他先受到邀请函 这个时候他感觉就非常好 那所以后奖华华 其实是花了 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等于是 类似财政部 一跃之风 这样子的状态 去帮忙去把 就是外界的所有 批评指教都收容成 现在保守原地的可能性 那这个就是一步讯 就是本来觉得 被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 排除在外的人 反过来去主导 我们下一步决策的一程 那这件事情 我觉得 如果能兼顾 那我们这边的任何创新 或者是智力的这些能力 或者是数位化的这个一些 好像说总之的发票 连接自发票等等 其实我们被我们 还容忍进来的这些朋友 都很愿意帮我们去倡议 帮我们去沟通 事实上当时就是 在测试版 就在2018年 是Windows要借Mac来报税 的那一年 因为Mac有新的界面 Windows还是超小的 就有界面 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的满意度 就已经非常高了 那到最后 就是大家都可以 用心心的报税 19年的时候 就是满意度 我没有记错的话 就有798 那这个是很难得的 一个满意度 那这个满意度的上升 我觉得有一个 很大的部分 就是有上千位朋友觉得 他当时有被包括 在讨论里面 他很高兴看到 他的建议 他比方说 不要有一个跳上跳下 说感谢你 对这家的贡献 对那种东西 真的就不见了 所以就是说 他的建议有被采到 他有被接受 那这个时候 他就很愿意 帮大家去宣传 前面的部分 就是智力创新 跟数位的话的部分 那如果你会把它 共融进来的话 那他就会把前面 三个部分都下下车 或者甚至都否定掉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特别关键的 有另外一位朋友们 想要问说 请问如果在 紧凑的工作里面 仍然维持高EQ的状态 我想最简单的 就是睡眠充足 跟什么别的 就是做法 那但是 睡眠充足 我觉得也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 我睡前 其实都会把 所有的email都回完 那当然 就是有些email是 策略性的 下个礼拜会比较好 那我也会把它放在 一个那个标签里面 就是慢慢回 在那个标签里面 对 那但是 所以不是每个都一定会 是说每一个都一定会分类好 那但是绝大部分 就可以在睡前 就把它回完 所以 事实上我睡着的时候 我是完全没有一种 好像 就我一定明天要做什么 的感觉 它是一个完全放空的 一个状态 那我觉得第一个 在那个状态下面 休息的品质 那外面是说 这样醒来是 比较容易有创新的一个概念 不然的话 如果一直挂着说 还有什么事情 没有处理完 那醒来上 会再想做一件的事情 但是如果 昨天事情 就已经处理完了 那这样的话醒来的时候 想的 就是明天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 人是往未来看的时候 是比较容易充满希望 就是在一个高EQ的情况 如果一直是往过去 就是说 还有什么东西 没有做完 那确实是 心理的那个空间 会比较紧缩 那这样的话 要维持高EQ的状态 可能就会需要 比较多的技巧 那所以我是 可能今天是 经历比较 都是很好亮眼的东西 好像跟那种 喝了多喝 会开水一样 但是多喝会开水也是很重要 对 所以大概就是一些 最基本的这些东西做好 其实高EQ的状态 很自然就可以达成了 六 我也能问问说 个资保护跟 自动安全的重叠性很高 会不会发现 事件需要同时通报 个资保护传值机关 跟自动安全处 这两个还是 有蛮大的差别 个资保护只有在 就是 自动安全里面的 资料的 就是机敏性 就是被泄露的时候 才会跟 就是 自动安全是重叠的 在其他的部分 好比像说可用型上面 那这个跟 自动安全就 比较有关系 跟个资保护就 没有什么关系 那这里也是 就是稍微 科普一下 就是按照自动安全法 就算是 不是出于恶力 就是不是有人来攻击的系统 而是出于善意 好比像说 大家都想要领分工资券 那 或者 一方权 一方权没有当掉 或 各方权 的这个情况下 系统当掉了 任何时候只要系统当掉了 它就是自动安全事件 因为就是 你本来是你的作业系统 但是它变成没有可用性 就是说 不是只有蓄意的入侵 然后让机敏的东西外泄 这个当然所有人都知道 是自动安全事件 但是 除此之外 可用性的 就是 被 分散式阻断 那 虽然不是攻击 因为真的不是攻击 但是那也是自动安全事件 也是要通报 也是要尽可能造 让你们的 自治自然的专费人员 知道 甚至是说 在系统上线以前 只要可能会被很多热情的民众 弄到就是 系统胜载力 就是过当 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 也是需要增幻圈的 人在一开始 策划 就回进来 因为我们在这个 四大圈 的例子里面 发现说 很多的那个压力测试 都是假设使用者 是很乖巧的 就是说他 不会重新刷新浏览器 他拿到了验证码之后 就直接用他的验证码 他不会去揣别人的身份 名字 等等的这些 就是最完美的 使用者的这个例子 然后去做压策 这样做当然 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是事实上 很多朋友是 用强调机器人 已经很习惯的 虽然如果是抽签的话 强调机器人 是没有任何一遗 但是就现在就是 会用看 那也有些人 会揣各种别人的 身份名字 等等 就是说各种 别人都有 那是要 在一开始 就把这些模拟到 那个压策的情境里面 才有可能在 实际发生 不会就是不完全服务中断 那如果一开始 没有把各位的 自然村庄的人 把它就是 引爆出来的话 那那个脚本 可能会适与简单 那这个时候 就会造成可用性的损失 那所以 这些当然都跟 各自保护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可用性 是自然村庄的重要的一环 那如果事件发生 就是同时会导致 就是大陆我们的 就是个人 数量的隐私 泄荷案等等 那如果让 自然村庄知道的话 那未来 各自保护 在这个机关里面 当然也会有 就是增加安全 的就是人员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因为它是独立 专层机关 所以它跟我们 就是目前 自然村庄的行政通报 是都在一样的一个提示 你就把它想成 一个事故发生的时候 交通部要知道 云安会也要知道 但是云安会的那个调查方式 是他们自己的方式 不一定是交通部的那个方式 所以它是不是在 就是传统的行政指挥体系里面 它比较是一个 就是超然独立的 这样子一个 评件 的这样子一个机关 所以 这个 大概 以自动安全法 那个通报责任 指导的自动安全处 但是因为有联防的体系 就是有 有SOP 那所以 里面如果有 各自的部分的话 那理论上 就是未来 各自保护专制机关 它会自然地指导 那至于它用什么角度来调查 或是 它来就是 建议什么 更好的建筑材料 或什么之类的 那那个就是看 就是未来 各自保护专制机关 它要怎么样子 去组成 那但是 我想这次保护专制机关 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防患于未然 就是说 在一开始 我们说 这个还没有保护 就没有保护专 如果你不收集 人家身份词号 身份词号 就不会外线 如果你收集了 但是你收集的时候 是在那个 使用者那一段 就加密 到你这边注册的时候 已经是密纹了 那就算有人 成相反作 也不会怎么样 因为那个密纹 还在使用者 自己的手上 或者是说 如果你去做 这个资料分析的时候 像刚讲是 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 就是从头到尾 整个资料库 都是一拳乱 除非你有那个钥匙的话 那其实就算 开课程的入行 也全部搬走了 看一眼 这个没有什么办法 等等 所以意思就是说 只有在 储存是明文 或传输是明文 或处理的时候 是明文的情况 这个就是 格子保护跟自动安全 才会出现 就是同一个事件 两个同时 就是发生问题 但是如果你在处理 这些格子的时候 竟可能都是 以密文形式 以统计形式 以使用者才能够 解开的这种 双重下毕业状况 等等这种形式的话 那就算你这边 出现这个完全事件 也不一定会出现 格子泄露 那这个是 未来格子保护 这机关 我觉得可以做 很多技术上面 跟Policy上面 相关的一些建议 我跟朋友们问出 国发会很推动 智慧政府 但是数位落差 确实存在于南部 最早造成南部 推动相关的数位方案 相对的困难 有没有什么建议 确实是有建议啊 我最近才去台中市政府 那好 他们不算 他们不算 从中部 不过我们之前 也帮过台中市政府 那在他们在台中市政府 现在在规划的一个 做法 就是说他们不会像其他的市政府一样 只成立一个就是数位自律局 或者再带个叫资讯局嘛 那他们会在上面 还有一个类似委员会 这样子的一个组织 由市长或者副市长 自己来带 那其实就有点参考 我们像科技汇报办公司 那样子的一个设计 那所以他的包含 预算审议权啊 什么东西是 integrate在他们的这个委员会里面 那然后呢 他们每一个局处里面呢 又有类似像数位种子啊 那都是就是 常人文贯啊 不是就是外面找来的基要啊 所以事实上是就是 在每一个局处里面 对于数位创新 比较有兴趣的朋友 那他变成是说 你当地的那个地方 真的想要解决的问题 由那个局处 自己提出可行的方法 这就很像总部门黑客森 然后再让这一个 数位治理局 在他的对业界的那一段 就是智慧城市办公室的一个 经济办法 那可能也是一个PMO 然后去找说 那民间的朋友 有没有可能什么 可以回应这些 在各局处里面 有创意的公务员的提案 那如果有这个提案的话 他如果需要 像一个沙盒 就是一个法规的沙盒 或一个地方的资质条例 或什么 这个可以很快的 在上面之后 我们会去做出一个判断 然后就实际来实验个半年 或者一年等等 那所以这个的一个前提就是说 我们是很相信 常任文官在各局处里面 都有那种主要面对民众 而且想到说 如果我从就是这个地方去找手的话 某个特定的地方去找手的话 它不只成民众一小时的时间 我也不用加班一小时的时间 的这样子的一些地方 那这些地方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像我在中央 刚刚当数位政委的时候 当时司法院就有话来找我 那司法院他们的资讯处 说他们就是 我觉得很多人来找我 都是因为替代仪败 我们能用的 所以就是他们本来 就是替代仪做的事情 然后眼看着没有人接 然后就把他找我说 那这个要怎么办 所以可以说替代仪退场 应该是仅次于肺炎疫情的 数位妈推手 对 所以当时这个替代仪快退场 然后他们快来找我说 那他们替代仪的文坛嘛 那就是这个 这个引益跟扫描 为什么要引益跟扫描 那么多的券证呢 因为就是 从法务务的角度来看 刑事的一些券证 他们送到司法院以前 他们可能一开始都是电子的 但他们送必须要是纸券 交换的时候必须是纸本 所以他们得先印出来 印出来之后 那便就要把扫描钱了 那扫描起来 事实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这边已经有过一份电子 当时它是很值得交换 但有些部分是法院的 别人会自己加上去的 这些素材 那这些素材 他们就得用调阅 调券的方式 赶快把它调过来 然后自己直接扫一遍 可是他们当年是电影出来的 那甚至有一些情况下 就是会来回两次 所以会变成一份文件 最多会被扫描三次的 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因为就是替代仪又要退场了 所以就会变成 没有人做这件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他们处理安全能量 又会再下降 那所以他们是很困扰 那我就问了一个 大家都评论问的问题 那为什么不交换电子档就好 对没有人问他说交换 因为确实他法律 并没有说不能用电子档交换 那在好几个新闻市 好像也都试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就没有人出来说 你用电子档交换 你只要用这样的加密技术 那这样的话 其实他说不定比交换市场 还要更保密 因为就是你的调阅啊 存取啊都必须要用自然品证 就是说会有他的记录 到底是在调阅的等等 所以后来我发现 有非常多的事情 只是说没有一个人 这当时是我了 会跑去就是同时跟 斯大院的就是院本部 包含医院长 或者是神经院 当时跟神经院院长 同时说 我觉得就是比起你 编一笔预算 去买一大堆扫描机 你不如就是编 这笔预算的可能十分之一 然后去确保说 他的那个加密软件 是没有问题的 去做集合 去做奥迪 去做渗透测试等等 这些比起你买那么多的 自动快速翻页扫描机 来讲都是一个零头啊 那anyway 那所以后来 大家都很同意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现在一路到最终 都是就是电子的转身交换 那这个其实是最基本的啊 我们说数位化 数位优化 数位创新 这个毫无创新成分 也没有什么优化成分啊 那但是它是 生态大非常多的力气 像这种就是 类似低锤的果子的这种东西 在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流程都存在 那只是说 第一线的人员 有没有被赋予这个权限 说他看到这个东西 他作为一个数位的种子 他告诉数位置 他就有一个guarantee 是说 他会被escalate 就是被提到 这个委员会去讨论 而且这个委员会 也可以很快速的去做出 那民间的这样子 一个新的创业 我们就来试试看 失败也没关系 那反正这个委员会 来担负最后失败的这个责任 所谓失败其实比这样 很公开的失败 那讲究也就不算失败吗 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一个治理架构 那这个情况下 智慧政府它会很自然的发生 它是以解决 大家每天在公务上面 碰到的问题而发生 而不是说 再好比像说 这个节省民众两小时的时间 但是我们公务员 要报赶加班三小时 就是有时候top down推的时候 比如你要填两套系统啊 之类 还要保持还要留客用心啊 什么等等 在情况下 节省到的时间 都是节省到 长官跟民众的时间 但是自己要报赶 那这种事情就不用把它退嘛 那所以我觉得 国发会对智慧政府 它当然里面 有它省力的这个部分 那但是我觉得 特别值得参考 就是政府出位服务指引 这一份文件 那这份文件里面 包含刚刚那种 快速失败掉的 照表方法 就是允捷式的照表方法 包含就是怎么样去做 就是使用者的线细测试 包含怎么样子去探索 就是各方的实际的碰到状况 包含第一线的公务员的状况 等等 那个都是写在政府出位的服务指引 所以很推荐大家 就是多看那个指引 然后自己试着在 就是自己的居住 如果是在南部的话 去操作 那我想至少六都 都会有像我刚刚讲到的 就是台中市车施型的一个设计 但是这个设计之前在 就是其他地方 台南市府 第二开放政府也有很多人 那高雄最近比较忙 那但是未来收听 也会有类似这样子的设计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趋势 它慢慢的又可以 再从六都 然后再扩散到六都线市 那所以我觉得 我具体的建议 就是去看自己的职务流程 然后去找出职务流程 在设计的可能性 等到就是你的时间 真的有被省下来 你多的时间才能去想 优化 然后或者甚至是创新 这样子 那有三位朋友们 这个希望我们 有一个投资建议 就是比特币 还可不可以买 我跟各位包含 就是在台湾 比特币交易是合法 好谢谢 好 那有三位朋友们 欢迎说这个基层机关 对于数位商品率 有限量提议 那就是点数 线上交易的资讯 很难取得 也很难够查明 确实是如此 那有没有可行的突破方向 大概这个就是 就是抓到方向 就是如果你发现说 有一个网络效应的地方 然后大家都很集中 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也就是 有那个右影 去让它落地 好比它要 在台湾有它的设立 它的总部啊 或分布啊 或打个广告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话 那你对它只有Live Range 然后就是先从那些理论开始 其实我们就是跨境的 就是这样子 就是开成的嘛 那所以 我觉得这个就是 要有一个很强的social knowledge 就是告诉大家说 你用什么什么东西来 逃漏税 就是一件不可取的事情 那如果大家都有这样子的 一个基本概念的话 那其实 跨国的技术公司 基本上很难抗拒 我们的social sanction 就是在台湾的抵制 台湾的那个社会部门抵制 是特别厉害的 就是不管是 本地的公司 还是跨国的集团 抵制谁 谁到 这个是 就是 就是 屡次不爽的 那所以 像当时 Facebook在台湾 本来不揭露 他们的广告的投放嘛 就是投放给谁 到底花了多少钱 是不是本国人投放的 那在选举期间 就是2018年的时候 造成他们大的 就是社会上的冲突 那因为我们发现说 就是他们收了 非常多的广告费 而且也都投放到台湾 那但是呢 大部分付他们广告费的 那个管辖领域 反而Facebook是不能用的 所以发生什么事情 那没有人知道 因为他们说的 这个很保护 很广告主的这个隐私 嘛 所以不揭露 对 那所以当时我们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其实就是 去告诉Facebook说 我们有一个 警官叫监察院 那这个监察院呢 在民间朋友的倡议之下 透过了这个 政治陷阱的新的阳光法案 事实上是用开放资料的方式 发明一笔的政治陷阱 以及他的这个花费 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都主币的公布 而且都没有做任何 什么各自保护啊 什么之类都没有啊 因为那是政治活动啊 没有什么各自可言啊 那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就让很多民间的朋友 就会开始去做 正常关系的分析啊 等等 那然后当然也有一些话题啊 后面像说 就有人问我说 有没有付钱上 博恩的节目啊 当然是没有啊 那他也没有付我钱 对 所以还是一个 就是共享胜举啊 对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Facebook的那个广告 比起来 比起我们这个 这个正常员新的透明性原则 就不透明很多 那所以我们当时谈判的时候 就是说 那这个新的这个透明状况 是我们台湾的社会部门 争取倡议而来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MAR 我们的社会常规 所以如果你在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也就是总统大选的时候 没有这种即时的用开放资料的方式 揭露说 就是到底谁下的广告 下给什么样的受众 花了多少钱 广告内容是什么 就保存 一路到选举结束 那这样的话 如果有人要做一些 就是不是很好操作的话 至少所有的新闻记者都会看到嘛 而且立刻就可以有所报道 那因为我们的政治建议 只有本国人可以选嘛 那所以在此也必须要去说明说 那如果境外的金流的话 那这到底怎么回事 境外金流 理论上是不可以达政治 跟社会广告的 那我们其实既没有通过法律 我们也没有什么罚款的能力 那其实他们当时也还没有 在台湾设计他们达的点 所以其实我们跟他的bargain power 也没有很大 那但是我们唯一的bargain power是什么 就是监察院这个社会常规 然后说如果你不尊重这个社会 他会说不定会抵制 说不定会抵制 那所以这个时候 后来他们就我们就同意了 那所以他们就在 从拉悬的时候 是完全即时的去揭露 即时的就是真实广告 跟社会广告 那Google和Twitter说 他们来不及该系统 所以他们就完全就直接 不让任何真实广告 就是不想抓这笔钱 很简单讲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新的社会常规 就不但我们自己确立了 也让这些跨国平台同时确立了 那所以这个完全是靠 社会部门的力量 其实在这里面 政府所做的事情是非常少的 那所以我想就是 对于数位商品的线上交易资讯 就是可能要区分是说 是只有一小错人 他就是想要用这个来逃税 还是大家都在使用 也不是为了逃税使用 只是忘记了说 就是不能拿出来逃税 的这件事情而已 那如果是属于后者的话 我觉得就是某种 他人人有责的那种感觉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那确保说 他比方说当时为什么说 这个境外买人的商品 就是每个人只能有一定的额度 超过要申报等等 那当时一个最长的argument就是说 我们不能惩罚在国内做生意的朋友 他就变成说 所有人都要跑到境外 变成万象 这个并不是我们一开始的目的 那所以一开始在那些 就是在网路上面买网拍的人 他可能觉得说 国税局会是比较少麻烦 可是当我们的沟通的重点 一方面给他比较长的一个 就是日出期 那二方面把它的重点变成是 你要保护就是城市做生意的人 你不能让国内城市做生意的人 反而因为这样的关系 得逃脱税 得换牌子 得变成外伤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真的整个社会是同意的 而且到最后 这个东西的推行也变得顺利很多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 怎么样去沟通 而且确保说 整个社会是站在 就是我们这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三位朋友问说 对于发展收入货币的必要性 以及可行性的看法 这个央行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论文 我就不在这边 只是去分享 我自己的专业经济 在这方面没有太多专业经济 我这边的经济 大概只有两个 一个是说 有些情况下 它的货币不是当作一般通货用 它是在一个社群里面循环 好比像说像 蓝玉的那个大物币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或者是说 PTT的PB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 这些特色都 它没有办法简单的兑换成法币 它比较像是一个社群货币 然后是一群志同刚合的人 然后时间银行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它存的是时间 事实上口销的那个配额的捐献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就是说这些它不是commodity 但是它是想要促成人的行为的转变 我刚刚讲到的集体的资料劳动 能够做事 大概都是在这个概念里去运行 那这个东西虽然它名字会叫什么币 什么什么币 但是事实上它除了就是accumability 就是给的出胶带 有账等的这件事情 跟一般法币一样之外 其实它跟法币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所行的场域 那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台湾特别像在以太坊 这些区块链的发展上面 台湾是非常多实验的可能性 那我们在一般性沙盒 兼用沙盒等等里面 也看到很多朋友 开始发展出这种 就是另类的金融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 那至于是不是必要的 那我当然会觉得说 没有哪一个特定的创新方向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一直保持着一个开放的态度 就是说 如果你有想到一些金融会也没想到的事情 或者是你做无人载具 想到一些交通部没想到的事情 那我们应该要让大家先看看这个东西 到底长什么样 先看个半年 然后再来决定说 这到底想好主意还是不乱主意 不要就是半年这个不到 就是或者根本没给它半年 就把它扼杀这个起来 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必要性 并不是特定技术的必要性 而是一直保持着创新者 至少要有一个机会 去展示他的创新给社会看 对那样子一种必要性 当然这里都一定要加注锦鱼说 按照我们任何的这个沙盒 就是创新的实验条例 有两件事情是会能够做实验的 也就是洗钱跟自助恐怖分子 因为这两个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就不要特别做了 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帮我们义务的实验了 对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除了这两个 那其他的部分我觉得都是 包括刚刚讲的说另外货币的做法 其实都是就是要创新者有机会 有五台声音好多 因为五位朋友们 六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政府应该要如何防止 网路购物诈验 非常好的问题 当然一方面是说我们 好比方刚刚讲TW FIDO TW FIDO如果推的比较多 到最后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我在这个有点类似 像是我要在寄一个快递的时候签名一样 我可以很容易用我的手机 就用TW FIDO签个名 那这样子其实有很多事情 就很容易找到它的源头 那就比较不需要 好像说那个快递的那一个物流商 要必须还原 刚刚十五天的那个寄件人是谁 那他的字很潦草 有时候是物易 那所以知道你没有办法还原他的这个情况 那当然就是如果这个网路购物诈骗 它发生是在境外 就是境外要进来的这个路上 那当然以我们的理解 现在就是进来的这个过程里面 也需要用这个官网网路的一个 这个比起报线来讲 评价要稍微低一点的一个APP 那至于说为什么要评价那么低 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比较没有这个买网购物的习惯 所以我虽然有下载那个APP 然后也有注册一个账号 但因为还没有试着这个做第一次的保管 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 为什么一直有人一试就在推特上面 找我所有的朋友 要不要来管一管那个APP 但是 有没有那个APP承办的类型 找到吗 这个并不是我被交办的业务 而且说真的跟防疫也一点关系没有 所以事实上我现在是管不到它 但是确实很多朋友有反应说 这个APP使用者体验有非常多可以精进的地方 对那所以就说像TW FIDO是比起 你刷子的品针绝对是比较舒服比较顺利的 那如果在每一个这个关卡就是 你要求大家留下就是实际的融入方式来确保说 电高啊 诈骗者的成本 那如果就是对老师做生意的人来讲 它成本很低包含时间成本 对于诈骗人来讲 因为每一关可能都只能来一些 那每一关他的成本都高一些 到某个程度上面 他就去骗别人了 就不可以来骗我们了 那这个情况下 其实这是一件好事 那如果反过来讲 就是说其实也没有电高太多诈骗者的成本 但事实上老师做生意的人的时间成本也好 或者是交易成本也好上升 那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产生一个社会 因为等于整个社会是站在里面对立 那这个时候你想要有新的measure出现 就是新的解决方法出现的时候 社会不一定站在这边 所以我觉得还是先回来就是 看这个老师人怎么样用 大家现有的这些申报的这些方式 然后尽可能让他 就是不是说要跳起来就是说 这个感谢一个不加的风险 那一条已经 就不知道是 所终所说的就是说 就一直知道不好用了 而是让他知道 因为这个过程里面 他不需要浪费太多的时间 那当然就是有一些部分 我也有了解到说 是因为我们现在TW FIDO 口气率还不高 好比说你要拍成成分认证版面一本 等等这些程序 那事实上很多时候 这个程序就已经让人缺乏 因为拍成分认证版面一本 以现在的那个手机的相机的画素 跟解析度 跟现在违造技术质唱剧 那等于是 你瞬间就让别人可以 违造出一个跟你一样的身份证 那因为每一代的身份证 它值分防卫的技术质 预测后面十年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拖了十五年了吧 那所以真的是 就是大家对这个心理有戒心 我觉得是当然的 那所以我觉得还是把 就是身份证这一段也好 身份这一段也好 先做的比较简单 那比较简单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做成习惯 做一习惯之后 那不这样子做的人就很奇怪 那就会说 诶是诈骗 那这个时候 我网络的诈骗 它就会想象 自然就会变高了 所以还是先从易用性开始 有三个人问说 数位台湾是不是以数位不均衡 来达成区域的均衡 或者是以区域的不均衡 来达成数位的均衡 另外数位化造成多样的虚拟社群 片面真实的存在个体 政府要如何治理 我想这里的讲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 当我们在说区域均衡的时候 我们特别是在讲人的移动 就是说不是说大家都离开特定的区域 然后过分集中在同样的区域 这里是在讲人口的移动 人口的流动 那所以数位不均衡达成区域 今天的意思就是说 所谓越偏向越先进 就是说 目前人口密度最低的地方 有的时候 网络反而比较 对啊 确实它网络比较快 也比较少人去分 那个无线网络 它现在就已经比较快了 对 那但是就是说有更多的 可能想到教育的 健康的 交通的这些 新的这个做法 可以在那边先实作 那这个时候 当他没有后顾治疗 不用去担心他的 家人的教育跟健康的时候 他就更愿意就是 从人口过度集中的地方 慢慢的流回 就是人口比较不集中的那些地方 所以应该是 以数位不均衡达成区域 这样讲是完全没有错的 那另外就是 数位化造就多样的虚拟社群 片面真实的存在各地 政府要如何治理 其实就算在数位化之前 其实就已经有很多样的社群了 只是说政府不一定知道这件事情而已 数位化是说所有的虚拟社群 他都有机会浮上台面 因为他都可以有他自己的hashtag 有他自己的粉丝页 有他自己的沟通的频道 等等 那这些当然是所谓的片面真实 但是不是说你没有数位的这个世界 就没有片面真实 事实上没有数位的世界 甚至之前连电视机或者是联网 不过都没有的时候 应该每个地方才更是片面真实吧 因为这是并没有一个 大家可以共同讨论的一个 全国性的社会的话题 所以我会觉得说 虽然这个多样性 现在看起来非常浮上台面 以至于感觉中生圈滑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只是说我们从这些杂讯里面 去取得资讯的这样子一个能力 也要与时俱解 就是说像我们在 在报处人体的栽造案里面 贴了这个可能一百张左右的便利帖 就把这个在整个网路上面 大概十千上万个不同的朋友 对于报处人体的各种各样的考验 都能够收容到同一张一起制度里面 那就是如果有这样子一种 有延展性的倾听的方式 那多样性就永远是 帮助我们去看各种的角度而已 而不是说好像完全一样的东西来洗白 然后你每个都要恢复啊 那这样子一种就是 就是比较浪费大家时间的一个做法 所以这样子的质体大概就是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说你行你来 就是说如果有人说抱起来 你看到他爆炸 表示他要读到的天井姐 接下来就交给他设计 那所以这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说 开门造居嘛 就是说当你行你来 来了很多不同的人之后 那不是说他们一来就能够阻断后面的人的脚步嘛 也就像吴正伟他做的第一个口罩地图 他实际上是启发后面一百多个不同的 就是口罩的视觉化的 调配的等等系统 而不是说他变成我们的独家唯一承包商 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不是传统的那种采购 是反向采购 就是他向我们采购API 他向我们采购这个即时的开放资料 我们只要满足他的资料需求 可是满足他的同时 也同时给所有人开放 所以好比像说机关书的那个机关家 其实一开始完全没有人知道话 他就是一个ID叫Frank 突然冒出来说 诶我做一个linebot 这个我们也想要显示地图 那请问这个是只有吴正伟可以用吗 还是我们也可以用呢 那我们当然就说这是开放资料 本来是都可以用 结果他一下子就两百万人在用 因为他是机关家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两百万个用机关家的人 跟可能用吴正伟的D2的人 可能跟事后的用这些语音助力的人 可能真的都不一样 他可能是片面真实 可能是不同的虚拟社群 可能有些是市长 有些是厅长 有些是厅长 有些是各种各样不同的账别的人士等等 那这些没有什么不好啊 因为在一开始 大家都是在同一个事实的基础上面 就是现在我们要去 里面多紧还是几片口罩 那只要有这个共享的事实 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对这个事实的诠释 就是我的真实 本来就可以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 这个事实层面都没有办法 有一个一致的见解 那这才是让民主国华界的 在看各国的例子都是这样 就是大家已经不再觉得有事实了 那在台湾并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事实更新的速度 比遥言还要快啊 那所以事实上 事实是大家是很容易 就是愿意来一起发现 然后一起去讨论的事情 那有另一位朋友问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国际的会议多彩 视讯会议 使用软件通常为主办经济体或国际组织决定 有时甚至指定使用Zoom 要如何兼顾资讯安全 之前大家可能有接过一个喊 就是说 只要你不要连上公务的系统 而且真的有其必要型 而且跟你的主管报备 那而且这个你用这个就是自己的网路 连上一个Zoom会议 开完会之后 把你的硬碟格式化掉的话 那你就可以使用Zoom 那我刚刚讲的一大堆 其实前面都很容易做 格式化硬碟是真正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因为这个关系 格式化掉了三天 那然后后来我就告诉自然书说 就是做不到的事情你要要讲 这真的不是很外面 那很可能就是大家下载Zoom的软体 然后又忘记格式化掉影碟 那或者是说如果它真的是二亿软体 你一下再到你一指信 它当场就开始把你的密码传出去 那事实上是根本不会管你 后面也没有格式化掉的 那所以后来自然书就发了一个新的函 那这个新的函 它的概念其实很简单 就是Zoom它有一个隐藏版的功能 就是它其实可以用浏览器加入 它根本不用下载软体 可是呢 你必须要先按下载软体 然后下载失败 然后你告诉他下载失败 他才能够用浏览器连进去 那所以事实上它是误异的嘛 就是要你装它的软体 那但是如果你是用GCP 就是政府的那个标准的安全阻态 去阻态你的浏览器 好像说Chrome 那其实 然后你又开5分10的视窗 那其实它根本没有办法去 接触到你硬碟任何其他的东西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Sandbox 就是一个Shot 那当你开完五分视窗 联完会议 然后再把那个分页关掉 那连固体都会闪掉 它也没有办法在你的电脑里 存下任何的资料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相当于你格式化掉了 你的那个浏览器的脉络 而你不需要真的格式化掉 你的整台电脑 那我觉得这样子 大家法存的几率会比较高 格式化电脑真的是 就是一天可能是能做一两次的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就是如果主管单位愿意 另外我的关系去换 话比像说 同样可以用浏览器 加入的其他的这个系统 那这个当然是最好的 那但是如果真的不行 而且对方真的指定是要 让你做这个有必要 而且你有告诉你的主管等等 在这个情况的时候 那现在其实自然处有一个现代行 而且是说那你可以就是在GCP 组开电脑 同样不要电脑内网 那然后开一个舞台的视窗 然后按下载Zoom软体 然后马上把那个感觉删掉 然后这个时候会冒出一个 用浏览器加入 那用浏览器加入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的做法 会比较再更紧接一步 我会要求那个会议的主办法说 你如果这一段不可的话 那你要让Zoom的后台设定 去打开那一个 用浏览器加入的选项 那你就可以想想 正正用浏览器加入 如果你就不需要自己先下载 然后再说完装失败 那然后这可以是一步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它其实可以在后面讲说 哪些资料中心 就是会变成它的存放资料的地方 那它可以把相当跟就是 PSC把它拿掉 那拿掉的话 理论上那个路由 就不会经过这个相当的PSC 他是这样讲 我也没有一定很想见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先拿掉 那所以他们主办方 可以做这两件事情 那我们这边可以做的是 用浏览器进入 不要安装任何软件 那这个其实在别的就是 如果有些名不见轻转的 这个视频软件 说真的它不一定 比如说你这个危险要想 那这个同样的就是 你问它能不能用浏览器加入 那如果不行 那就建议一个可以 用浏览器加入的版本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可以 大家都适应比较好 那有问人们问说 这个云灯发票自动对讲 入账的优点 跟很多民众享受 资本对讲的习惯 要怎么样看待这个 最终的问题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不是觉得这样 就是如果他很喜欢 资本对讲的话 他表示他就是很觉得 这件事情本身是有 是有乐趣的 但是我觉得你不需要 特别去改变他的这个 习惯 那像我们在故宫那时候 推电子套券 就是入场的时候 那就发现说很多长辈 他怎么样的不愿意 去扫QRM入场 那而且就是 他们一个去排队 而且排队有时候排很长 那问他说 要不要瞬间感应一下 就不要 那但是到底是不是 因为长辈 不会用QRcode 并不是啊 因为大家都没有LINE LINE加朋友的QRcode 就是完全同一个界面 那所以他也不是没有手机 那所以这个时候 到底为什么呢 后来我们经过 这个明昌暗访 才协作会议吧 然后才发现说 原来是因为他觉得 如果他用QRcode的话 他只会拿到一张感热纸 他觉得感热纸 跟故宫不相配 就是不相匹配 故宫感觉上是很精致的 那一样东西 他的那个票的票根 他回去是可以夹在日记里面 可以在餐桌上拿出来 可以去跟他的朋友分享 有那样子一种值本 也不是对讲啦 但是无论如何值本 分享的习惯 所以这个是他重要的社交价值的一部分 他来故宫 很可能这张票券 有拿回去 他可以高兴 好多电源可以拿出来看 这样子 那如果现在是一张 有QRcode的感热纸 第一个他会褪色 感觉跟故宫就不是很配 那第二个他那个值的品质 也不怎么样 他会去分享 没有人想要就跟他分享这件事情 所以到搞了半年时 那都值得品质 那所以到后来就发现说 可能没有人规定说 那个收据只能用感热纸印吗 那你是理论上 你也可以用QRcode感应入场 那在入场之后 你凭这个QRcode 可以去会台兑换一个收据 而这个收据它可以唐金啊 你的名字可以印在上面 你看的那个特展的QRcode 也可以用唐金的印在上面 印在上面之后回去 如果家人扫描的话 你看的那个战品 会跑到他动物森友会的那个岛上啊 那个是故宫真的一个策划 对那然后之类的 也就是说他可以克制化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这两个就彼此互相的冲突 就是他也不会再去排队 因为他要用QRcode感应 他才拿得到那个 就是唐金的漂亮的那个值本 那但是我们这边呢 主要的目的其实是 不要大家排队 也不是无止化 故宫跟指示没有仇的故宫 都是一大堆值 那所以这不是说书话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他们就是后来就发现说 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好比像说 对长辈来讲 怎么样子 就是不用排队 入场时候还拿到票根 好比像对长辈来讲 说明卡 他的字要放多大 要放在哪里 用什么字体 什么高对比 什么之类之类 也这些都是长辈很愿意 参加讨论的部分 所以很多长辈说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去参加了故宫的协作会议 故宫协作会议 现在变成我们最想开的 部会之一 他们也是其中一个部会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不是为了无耻化而无耻化 而是为了省大家的时间 那省大家的时间 那你到最后 还是可以发一个 看能边摩得着的东西 就像我之前一直主张说 我们刷三千 零两千的这个数位券 之所以用的人比较少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直奔券那边有个精美的信封 所以你刷完了里面的券之后 信封还可以留着做纪念 而且有一种喜气洋洋的感觉 那但是数位券 做完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那时候主张说 如果你刷三千 那这个如果你是数位绑钉的话 那你只要保持数位绑钉 我们就应该提供你一个 就是闪亮亮的 防围的贴纸 非常小的贴纸 你可以贴在你的手机背面 表示你用手机绑钉在背券 你可以贴在你的套证 好比像说一卡同位 又一卡背面 表示你用他保定三倍券 你也可以黏在你的信用卡 或千张金融卡后面 表示你用那个保定三倍券 那第一个店家可以对准 有这个小亮亮贴纸的推出优惠 那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是刷定了 那然后第二个 就是说当你全部刷完的时候 你这个还可以就是大卡拍照上传 交换贴纸 就像现在大家有在一起那个扣照的颜色 是一样的道理 可以变成一种即换式贴纸游戏 那然后这些可以一路玩到年底 大家都很久起见啊的感觉 那不过我提出这个 给就是中期出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已经没有钱了 因为就是家印的信封 已经把钱花光了 所以这次就没有贴纸可以用 但是我会觉得说 多那个贴纸的话 说不定数位都一百万人 那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去想说 有些人他有一个享受的这个实体 看了些摩托照 可是那不一定要是那件事情本身 就话说信封 其实不是三倍圈本身 贴纸也不是三倍圈本身 但你可以给他一些看了些摩托照 而且他可以有社交 要益处的一些东西 像那个过宏的票本去使用 那这个就是到底要给什么 这个我想想 又未来专业 我只是说提供一个就是这样的方法 那有五位朋友们问说 我的人生的座右铭是什么 这个可能很多人听过 就是Lennon Cohen的一首诗 里面的这个最后两句 他是说万事亡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亡的入口 有次的朋友们问说 推动政策的时候 如果需要增加人民负担 如何化解推动的阻力 那当然就是第一个是说 你可以去想说 怎么还不要增加人民负担 就是说我增加你一份负担 但是我告诉你 堪提来讲 你可以省掉两份负担 就是为你仇猴的意思 比方说 现在大家就是要量俄文 这个戴口罩 就是酒精消毒 什么这些看起来很麻烦 但是比起奉承来讲 这个真的很不麻烦 但是如果他都不这样做的话 我们有一天就要逢什么之类 就是说把这个讲清楚 就是大家现在一时的负担 探体来讲 是为了省未来更多 就是不必要的浪费 那这个我想台湾大部分 是可以理解 而且也听得懂的 只是说给得出交代的这个能力 就是很多时候 如果一开始他觉得 为什么 那我为什么一开始 要付这样子一个负担 或是我先付 或是旁边的先付 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是相对公平性 这个就比较困难一点 那这个当然也有一些解决方案 好比上说公开抽签 之类的 就是说 那就是看身份证委 就是运气不好 那就是你了 之类的 那这些当然 我觉得都是可行的做法 大家会在意的 只是说这个过程里面 好像 不会因为外力介入的关系 而不然之间 对一小群人不公平 那就是某些参与是验证的方式 就变得很重要 那同样的就是刚刚讲的 口罩在排队的时候 靠排队前面 跟后面的人在验证 如果他看口罩地图 也是剩下的承认 这个50片口罩 你刷了一下 然后就变成41片 那这样是对的 那如果你刷了一下 变成61片 他当场就打1922 那就是因为当场 大家都可以打1922 那1922 其实不是关口罩 他会找到1918 那如果大家当场 都可以打1922 大家就可以互相了解到说 别人的负担也刚好跟我一样重 而且当我们都有这样的负担的时候 没有大家特别从中 特别获取不当的利益的对象 那在这个情况下 他也不会很忍心去鸽责钥匙 钥匙也是就是非常包担 也不会去鸽这个邮差啊 或什么之类的 而是说 大家一起慢慢经过 每周两片 每周三片 两周九片 等等的这个过程里面 那这个推动阻力 或许没有 那只是说大家都看到说 就是大家的负担是一样 是公平的 所以我觉得 怎么样 公开的让大家知道 这个是公平的 而且 只要有人一觉得不公平 马上就给得出交代 而且 如果有人发现 有一个更好的 给得出交代的方法 那完全没有什么本位主义 就是说 那你嫌你来啊 那这个事实上是 诚实微观的强项 就是每次 有人提出天马行动的主义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去否定 他说 这个你不专业啊 什么他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他讲的都是说 你教教我吗 这个 你起来许 你到底讲吗 什么之类 就是他有一个很标准的 回应的方法 就是让那个人 一直觉得说 我的创新 真的对社会有贡献 那这样子的话 很可能就是 推动阻力 碰到的 那个 就是最 最觉得 这件事情不公平的人 那你就跟他说 那如果还在你当时 会感觉怎么样 那他就会想出一套想法 那这个想法 可能不完美 但他确实是一个创写 是一个新的方法 告诉我们说 要怎么样给出交代 那所以不断能够 给出交代的话 到最后其实 推动阻力就会 效于无形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 很值得学习的一个事情 我跟社会观人 学到很多 那有两位朋友们问说 健保卡 来替代自然评证的可能性 自然评证 它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他可以签名 就是authorization 授权你代替我去做一件事情 或是进入一个合约关系等等 这个是建设情商法的部分 那但他也是有authentication 就是确保说 我是这个人 而不是别人的这个部分 但我并没有授权你做什么 或者是做身份的验证 那健保卡只有身份验证的功能 他没有代替一个 签名的这个功能 他不是验证性方法的那一个效力 那除此之外 就是在人评证 任何人都可以用它来做各种各样的运用 但是健保卡 它有一个很明确的限制 就是说 如果你有东西存进去的话 那只有医疗用途 如果你只是读取的话 那只能做公务用途 而且这个公务用途 要事前 让健保署知道 要跟健保署合作 那所以当然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样就表示 大家比较相信健保卡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的健保卡 暂时放在你的社区的钥匙 社区的钥匙 第一个当然你相信他要保护了 他就是社区钥匙 那但是第二个说 他是专业人员嘛 他也取得特许 那第三个是说 就算他拿一个健保卡 他也不能帮你签个保险合约 什么东西 因为健保卡 根本没有办法这样用 健保卡只能用来做 健保署已经知道的公务用途 那所以我觉得 因为他的应用范围是如此 矿定 所以大家对健保卡 作为身份认证 而不是前掌 的这个信赖度是非常高的 可以说是 几乎防疫全部的实名制作 都是建立了健保卡 的这个基础上 当然健保块一同 它是区匿的健保卡 那所以 当然我们现在完全纯粹公务使用 而且是身份认证 话比像说 刚刚讲到这个 三菲券的管理 或者是叫抵方税 现在当然中手税 或者是说 那个什么抵方券 动词券 什么之类 大概都有运用健保块一同 或健保卡 来进行身份的认证 那在这些部分 是有很高的替代性 那但是在其他的部分 就是第一个非公务应用 第二个它是必须要签署 而不是 只是身份认证的情况下 健保卡是没有办法过来这边 去做这样子的使用的 所以 我觉得我们对健保卡 这个定性是很明确 那所以 它在这个定性明确的部分 那大家不妨去使用 尤其是现在 大家对于就是 用健保卡 报税这件事情 已经是变成 类似两质两能 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那我觉得 这个是蛮难得的 从健保卡 可以报税到现在 也才五年 五年多而已 那所以其实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就结合了 就是两大系统 通知健保系统 跟报税系统 其实我觉得 也是当然是疫情 也有推不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 很值得 大家持续持守的 就是我们 就是只做公务用途 而且我们 不会 莫名其妙病人 签署了什么额约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健保团有通行力 才能够 持续的维系 而不是说 我们硬要它去 替代的一些别的事情 有次的朋友们 想问说 可以分享决策的技巧 也就是今天的课程 我要怎么决定 比方说我要讲什么 那就是 重报 就是大家按赞 按赞数量高 我就先处理 按赞数量低 我就后处理 这个就是一个 决策的技巧 真的 所以事情有轻重缓急 但是事情的轻重 我又没有领域知识 我怎么知道事情的轻重 是怎么样呢 那我就要去学 可是我一天时间有限 我到底要先学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 越多人关心的 我越先学嘛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做法 所以最重要 还是要有这样子 一个安全的slido 这样一个空间 就是说 你在slido上面 有一个特色 就是你不能够去 直接回应别人 他们有一个回复的按钮 所以就算你看到一个问题 你觉得不值得问 你也没有办法攻击那个问题 因为他没有一个好问船 你没有办法去回应那个人 实际上那个人是匿名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反而就是它会刺激大家 去想出更好的问题 并且去拉票 而不会好像是互相攻击 那也就是说 在有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不要叫做支持型 而不是一个冲突型 的这样子一个 线上的品牌里面 那我们很自然就会看到 整个社会的RT 整个社会觉得 哪些是比较重要 就会开始浮上台面 就像我们Join平台的那个 联署啊 它也只有 就是支持论点在一边 其他论点在一边 可是论点之前也不能 彼此回复啊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在别的社群平台上 很常见 就是真空相对啊 开始阿灵啊 出征啊什么 诶 在我们的工程中 我看你平台 其实完全看不到 我们的提点子里面 都是一片这个 和乐融融啊 就是在那个支持论点这边啊 那其他论点这边 当然没有那么和乐融融 但是也都没有人生公司 因为没有什么人生 可以让你攻击 对那所以这一点 也是我觉得蛮重要的 就是要营造出一个好的 让大家可以 把priority 把你觉得重要的事情 表现出来 但是又不会 把别人采下去的 这样子一个空间 所以好比像说 我们刚刚讲到Join平台 所以我因此 就必须要去了解到 什么教育部 对于大学高中 博小圆端教学 开放医疗用大马 勞动节 中小学学生 应该放下一天 教育部应该制定 中小学校园志工的规则 或者是等等的这些题目 那这些题目 就是也不是我觉得特别重要 而是民众觉得特别重要 那但是这个的好处就是说 当有任何民众 就是来社创中心找我 那甚至不是特别在社创中心 因为我走路上下班 所以中间都会有热心民众 就是出现 然后有些是合照或见名 就好了 但是有些是就是会很热心的 一直跟我说这个 就这样唱剧啊 什么之类啊之类 然后我就跟他说 这方面我现在已经有酒精锁了 如果他拒绝酒厕啊 或者是他有就是被吊销架照啊 那这样的话 如果他开车的时候不呼气啊 那这个时候 这个他车子就发不动啊 那他就说 他可以找别人帮他呼气啊 没有这个时候这个人要罚款 什么之类的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少 就是因为当年这个 这个酒驾应该处于变形 是在转眼品牌上面最多人联手 对 那我们在当时 想尽办法说服大家说 就是说 虽然被变形态感会痛 但是其他的人 就是别的喝酒的人 在就是喝了很多酒的时候 根本不会记得这件事情 那所以 那这个是 不是这个科学上是有规矩的 那所以这件事情 当然没有办法 立刻就满足大家 所以我们就必须说 那这样子你如果拒绝酒测的话 要必须发不动车子 哎 怎么可以发不动车子 我们就已经说 这个科技能的 那所以当时我们是各个方面 大概都讨论过 所以我脑里已经有一个 很完整的新制度 那但是 难道是我喜欢这个 学习关于酒家的事情吗 并不是吗 而是当时真的是上万人 想要我们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我的角色技巧里面 轻重那个部分 大概真的就是靠大家的 就是不管是脸书题啊 或者总共每一刻 什么大家觉得重要的 那我就觉得重要 我就愿意去学习 那缓急的这个部分 大概简单来讲 就是说 如果要快速的 做出一个决策的话 那我就是去看 大家看起来 都不反对 或者至少是can live with this 就是不誓死反对的部分 那这些部分 赶快就让他先过 所谓投过神就过 像当时那个 就是在两次公投之后 的婚姻平权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说婚姻平权没有办法 移不到我 因为大家真的是太分裂了 但是呢 看两个工作结果 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结婚的部分 他是愿意平权 只有结姻的部分 不愿意平权而已 那所以我们就发明一个 叫结婚不结姻的 这样子一个概念 就是说 当这个同性两人结婚的时候 他们只有婚约 但是呢 没有姻约 总是他们的家属 互相不发生 人情关系 所以你就不需要 发明很多新的 什么这个 我不知道 儿婿啊 女婿啊 什么之类的 亲属代证词啊 那所以这个时候 家庭价值 人论价值 好像完全不受影响 因为只有这两个人 互相的这个法律 之间的权利与关系嘛 所以这样子就透过 像超连接法案的这种方式 就通过了 那通过之后 到现在一年多 支持率又再往上涨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急着要 通过一个东西 因为它是宪法法庭 那法庭要求 我们一定要就是 想出一个办法来嘛 那就把大家 先有公式的部分 先处理 然后没有公式的部分 一个字都不提 连法案名称里面 都不要提 那这个时候 忽然之间 只要因这个字不出现 忽然大家都很同意 那但是如果是 可以缓 就是不用那么急的话 那大家就不妨 就是用我们 多方离台关系人 做他的方式 去找出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字 在大家心里 有不同的印象啊 或者是有不同的 生命经验啊 所以我们发明 一个新的字 好希望当时电竞 不要把它叫做体育啊 把它叫做 一种技能的 公开表演的智力运动 就可以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就可以慢慢的去吧 大家看起来好像 还是誓死反对的那一部分 慢慢慢慢去收 不过这个是需要 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但是至少就是 同步深究过嘛 就是大家 不誓死反对 而且觉得大家不错啊 这些部分先过至少 让大家先有一个 共同成功的经验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 就是就算看起来 重的事情 也被托到后面 先处理清的部分 但就是告诉大家说 没有啊 这个清的部分 是重的部分的一个 好像一个先到的政策 那这个过了之后 重的部分 我们就开始有讨论基础 那有讨论基础之后 自然决策 就很容易形成了 希望还是多多少少 有扣得到今天 课程的这个态度 有些朋友们问说 过去在担任 民机电通或 苹果公司的公司 不闻的时候 跟在公共门认知 有什么不同啊 像我们在民机 或者苹果的时候 我们主要关心的都是 有用我们 像苹果服务的人 但是在公共门推行 就算是一样的 这些数位服务的时候 我们最关心的是 没有用我们服务的人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差别 那像我刚刚一直在 那个讲口罩那个帕数嘛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0.0 这个帕数很低 1.0的时候我们 舍弃了行动制服 而去用药局的排队 那就很成功地 冲到了7层多 那7层多还是不够 那为什么要去访问 剩下两层多 就是因为不想要成为破口 那这个两层多 好不容易把它缩到 剩一层多 那一层多 发现这个御夫卡 长辈没有 智慧新手机啊 等等再缩到5% 这5%想要出去 我们还想帮他捐出去 等等这些事情 就会觉得说 好像我们不成比例的 把时间放在 不理我们 不知道我们 或者是拒绝使用 我们的服务的人身上 反而是 已经那时候 我们服务的朋友 我们就是保持服务稳定就好了 这个是工部门跟私部门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差别 私部门 没有照顾到的人 那自然有他的竞争对手 来帮忙照顾 因为这是一块市场 它只要切入这个市场 它就可以成为肠胃效应 就是说 越小众的它可以 分成越多的分众 事实上有 很多的市场上的player 专门就是做这种分众的生意 但是对想要用Mac或Linux 报税的人而言 不会忽然间 用跑出一个财神部说 这个财神部很难报税 要报我们的税 好的 但是不太可能 不能冒出第二个中所税团体 想要收中所税 想想 有没有可能 应该是很困难 那所以 除非说这个可以自由切换国籍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因为我们是实质化战 所以我们没有服务到的人 他还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去赚取他一样的服务 健保也是如此 那所以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为什么我对inclusion 就是共荣 这么在意 就是因为 我们在公务门 大概会来找我们的 是表示他在私部门 没有什么更好的alternative 那这个时候 他其实本来就已经在一个 不利谈判地位了 那你如果又撩难他 那这个时候 他实际上是双重的不舒服 因为他在私部门 没有办法 获得这个服务 或者是产品 在公务门 又要再付出额外的时间 或者金钱的产品 那这个时候就好像 同时被公司两大部门抛弃 那这样子就是说 觉得难用到爆炸 或跑去街头 也是很高理解的事情 那但是如果一开始 就是共荣和概念的话 那就一新年来吧 你如果觉得私部门 那哪里可以 就是参考 可以做得更好 像当时卓治员说 其实不是 暴水软体越来越难用 暴水软体是一样的 只是说 对苹果电脑使用者来讲 界面每一年都更好用 所以水涨船高 所以本来还差不多的 那经过十年之后 就不是差不多 而是差很多 那所以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说 那你就把 就是你在苹果电脑 看到的这些 最好的 这个互动方法 界面什么 都交给我们 官方的朋友就好了 那官方后来也学会了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是一个很好的互相参考 四部门可以让我们参考 四部门所引起的这个期待 我们也可以一定程度的吸纳接览 但是到最后 我们还是要照顾 那些四部门没有照顾到 而且我们现在公部门服务 可能没有照顾到的 这些朋友 我觉得这个才是 公公社会服务的主要意义 有四位朋友们说 要抽四大券 有的要下载App 有的要加LINE 才能参加 没有抽中的 就马上删除App跟LINE 不知道四大券 除了强化振兴经济效果之外 是否有其他这样子的目的 没有什么别的目的 那但是 没有啦 农幼圈 农幼圈有啦 农幼圈其实他们是想要变成一个 常规例行性的一个东西 包含说什么 特定集的集气的时候 要鼓励什么特定的在地 农作物啊 这个新娘 低下低消啊 减低碳主机啊 什么之类的 他们那个其实是 本来就已经做好的一套系统 就是中间跑来做一下农幼圈 然后接下来又要继续做别的事情 那但除了农幼圈 以我所知是一个长期的东西之外 确实 义放 客装 跟动资 都是比较一次性的东西 那当然就是客装 为什么一开始要加LINE呢 是因为他们一开始是有一个好像 必须要结合长辈嘛 对不对 就是一定要什么跨时代的什么 什么共同注册 才能够拿到因为客家嘛 敬老尊贤啊 什么之类 那所以他们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长辈所谓的online 就是online 就是大概只知道用line 那别的大概也不很会用等等 所以是一片一片好意 那但是其实 以就是自安那个可用性来讲 就是当即客装圈 身边当的最惨的一个 那为什么就是因为 因为在所有其他情况下 你可以紧急加机器 紧急去就是分流啊 紧急去做限速啊 什么之类 那但是line那边 它是一个一般性的平台啊 它如果侦测到好像是自安攻击 它立刻就想到 那我就没有来管你 那而且当时它也跟line 不换成网页的系统 那所以就是只有在最一开始 就是长辈的那一个部分 就是line 那但是到后来之后 就是你完全用网页 就可以主持 那其实全网页 根本就没有当掉的这个问题啊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 有另外一个政策目的啊 就是去增进这个这个部门 就是规划大型系统的能力 以及自然通报的这个简合啊 还有速度啊 这可能是一个一个实质上达成 但是可能不在规划当中的政策目的啊 对那但是就是未来就是类似的东西 是不是需要一定要用line或者app做呢 我其实是不赞成的 就是line也许是一个推过行销的一个管道 也许可以 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直接导流到一个网站上 那这个网站呢 也不是一次性的网站 但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那网址可以是一次性的网址 好比方说下一次 如果不是发3000块 那当然就不会是3000.gov.tw 那下次如果不是发500块 当然也不会是500.gov.tw 但是那一套情绪是可以重复利用 API可以重复利用 事实上3000.gov的那个地图 根本就是口罩地图 直接改变成邮区的地图啊 那所以这个部分 只要他能够重复利用 那我觉得对整个社群 互相参照 甚至跨部位互相参照 就是一件好事 那如果是还关在特定的 这个line的框框里面的话 那不但就是限速啊 或者分流很难做 而且事实上别的部位要参考 也没有办法参考 那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次 是很多部位可以 就是未来可以有所学习的地方 有四位朋友们问说 资讯公开量以及管道这么多 如何有效传达对的受众 简单来讲就是要增加你的讯息的R值 就是说让人能够一传实实传败 那至于什么东西让人会很自愿的分享呢 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有两个主要的情绪 就是义愤天鹰的情绪 跟很欢乐的情绪嘛 那当然我们在公墓门 就是两个都可以使用的 主要还是很欢乐的 那个情绪是比较好用的 那所以欢乐无法打 或不是特定真打 那个守护的 欢乐无法打 就是欢乐的人无法抵达的 那个能力是很强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我们民营辟谣的时候 用的一些梗图都是让人特别踏踏踏 还是要特别欢乐的 那些的传播力会特别高 就特别有梗 那如果只是就是论事的话 那反而让人就是不是很容易去分享 那所以我想有上传达队的收藏 还是要找专业的就是喜剧工作者 这个是这个年代没有办法的事情 现在就是这样子 那这样大家能够一目了然的 在手机的那么小的屏幕上面 还是可以很容易get到那个梗 然后get到那个梗 然后get到那个梗 他好像不分享对不起自己 也对不起朋友的那个情况 当然那样就成功了 那这样子的话 他自己会帮你找到正确的管道 那然后而且在这里面 好比像说 就是什么口罩的原料的陈地是台湾 但是卫生纸原料的陈地是南美 的这种东西 因为它很短嘛 所以就很容易记得 但是他每次分享的时候 就算他第一波没有分享到的人 之后有人问的时候 他也可以及时随口的就把他这样讲出来 所以像什么内外加工大力玩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他不是七个字 而是十七个字的话 就没有人记得了 那这样的话就算十七个字的版本 洗手写得比较干净 也没有用 那就是内外加工大力玩 一定会猜七个字 而且后面还有一个梗 就是说到底要不要洗手完 有些人记得版本是要洗手完 有些人记得是那个结束的那个 就是就不用再洗手完 那这个也是一个梗 那这个也是一个梗 大家可以去比较就是到底 搜集到哪个版本的贴纸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它有梗的短 很好记 那这样子其实 我们实际上看那个台水的 用水量的统计报告 就知道说在全台湾部分成像 所有人洗手的表述都增加 就比较是说这个表述真的很有用 那这个当然是没有隔资的问题 对那所以这个是我想对的受众 他会自己帮你去照 那甚至你的讯息只要够短 要再搭上什么讯息 才能够传播 民间也会自己帮忙去分享 那但是这个一开始的讯息要短 而且要有梗 那这个还是我们自己 必须要帮忙想的事情 那这一部分我想大家在执行 民意P 其实都已经很有经验了 有五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而且我有没有使用行动支付 对于我国推动行动支付 目前成效的看法我觉得不错 以台湾配为例 我没有知道台湾配 对 规模以及接受读 还有没有突破的建议 我没有让台湾配 并不是我不喜欢台湾配 或下载 对那但是我邮局到最后 是绑那个感应式Visa金融卡 没有去绑邮局的台湾配 那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对我来讲感应式金融卡非常好用 而且这个应该是通过董事长 还告诉我说年底 还要变成一张悠悠卡 那就更好用了 那因为对我来讲 悠悠卡或者是感应式Visa金融卡 那它只要等大概不到一秒吧 大概零点几秒 就会感应成功 而且我卡片可以马上拿回来 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顺的一个流程 那比起现金就会是比较顺 那我会觉得说 台湾其中支付推的就是速度没有很快 就是因为电子支付就是票程实在是太顺了 那以至于就是因为跑比较大捷运 你看公车等等这些flow里面 一定都会拿悠悠卡出来 在一开始 那所以到最后 当悠悠卡被转向一个支付工具 或者一个信用卡 同时搭上悠悠卡功能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它就变成我的首选 因为我已经很习惯身上携带这个支付工具 所以我的手机如果它的行动支付 没有办法比较多快的话 那对我来讲 我拿手机出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呢 在以前就是Android 10以前吧 的版本 它其实是锁住的那个NSC功能 所以我每次就要去做感应支付款的时候 我必须要么按个指纹 要么感应一下红膜 可能没有呼吸究竟测试 但是无论如果就是我要多花可能两秒时间 那如果实际完后我这两秒之外 又要再多花两秒时间去感应 也就是说 我用悠悠卡一秒钟可以做完事情 我在这边要做两到五秒才能够做完 那对我来讲是没有道理的 最后就不会去使用 就算又下载 那当然后来我的Android身上新版之后 也发现说 这个Google有开一个功能 就是如果你用Google Pay的话 它可以就是随时都在前进 意思就是说你的手机只要在解锁状态 不管你在开什么视窗 不管你在玩什么游戏 你想要支付的时候 你就要按上去 就马上支付 这个时候就剩半秒 比我去拿游戏卡比较快 那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开始改变我的就是支付习惯 所以我是一直到这个升级之后 才开始用行动支付 那并不是因为我没有下载 我都有下载又安装 只是说在我以前的那台手机 我必须把卡片划出来 感应一次之外 我就没有办法养成这个习惯 这样子 对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它的市场定位 还是要变成是 就是比现有的票成更方便的支付方法 那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的话 那我觉得台湾本来就是一个自由的市场 所以除非是就是你有解决到使用者的痛点 不然大家一定会用最习惯的 那最习惯的 我觉得还是票成是大总 所以票成当然它可以分成记名 它要更方便 那如果没有办法做到 它就更方便 不要就是去海洋票成 让它变得比较不好 然后比较不方便 那在我们内部会议 我常常说 这个你如果要对行动支付很简单 所以说你禁止再配立项店 是有提换机 然后宣布说 我们一年不抓尾草 那这个行动支付立刻就破了 这是不可能吧 但是确实在很多 尤其一些非洲国家 就是为什么行动支付推那么容易 就是因为说它没有票成这种东西 而且我也超常觉 而且没什么换机 那在这个情况下 别的东西肥脏掉 那当然只能揍心或支付这一道理 但是在我们这边 我觉得就是 就是make sense 的时候 它真的比较方便 所以我觉得是重要的 还有一分钟 那也问了我们 问说什么是苏格拉底式的教育原则 简单来讲 就是不灌输任何东西给小孩 那小孩每次就是有一个想法的时候 你都去试着告诉他说 这个想法就是 他有适用的部分 但也有不适用的部分 那然后他会问你说 那什么是不适用的部分 那你就说 Mila 你要自己想 你刚刚才想这个 那你现在想的是这个 这个跟这个 事实上是有些情况下是矛盾的等等 就是说完全是用他自己的想法 来回应他自己的想法 然后让他可以看到说 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 就是善绝对的正绝对的美 一切都是一个社会倾听底下 那试着去辨认就是什么社会倾听底下 哪些话有怎样的意思 那慢慢就会达到一个就是 意义就是用法的这样子一个状态 那这个状态 我觉得就是中生学习一个很重要的状态 你真实的这个情况 是不是事实上的这个状态 跟这个还是有些脱节的部分 那如果有的话 那怎么去更新呢 就是一种更新的状态 那你如果每一次的更新 都是一个很小的更新的话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思想的习惯 但如果是就是脱节了十年 二十年五十年之后再更新的话 那这个一次要下载 那状态就比较大了 那所以就是说随时都在更新 我觉得这是苏格拉律师的一个 就是教育的方法 那有三个朋友问说 一小时之内完成通报 是不是应该由自然处来自动转接 给保护政治结婚 当然是应该这样子 我刚刚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那有一位朋友说 Hello everybody 谢谢 然后有一位朋友问你说 数位防疫如何操作 诶 这刚好就是今天第一个问题 所以我在第一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 所以今天就先唱 谢谢大家